大家好啊,我是婉旭 快走快,赶紧快走两步 那个大哥等着急了都 这不嘛,今天这期节目是这个情况 我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昨天呢,有一个哈尔滨来的大哥 也没打电话报名,也没有网上报名 直接就到我们长春了 然后还到电视台门口了 然后门卫就联系我了 就说我就赶紧联系到大哥了 我就给大哥打了个电话 我跟大哥说,我说你看这天也挺晚的了 赶紧先找个地方住去吧 这不今天一大早就赶紧过来了 我看应该是前面 拐个玩就到他那小宾馆了 赶紧去瞅瞅啊 天空一声巨响,咱红娘闪亮登场 说起来今天上台相亲的大呀 那可是真的令人敬佩啊 不远千里坐车直接 来到了人家电视台门口 事先可没跟红娘打过招呼 人家直接就登门拜访了 整个人家也是没搞懂 别人相信都是做足准备 咱大爷玩的就是出奇不一空奇不备啊 无事 多钱一天 一天三十 真挺便宜啊 那个出门在外这个省点吃点吧 对,会过日子啊大哥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那就是买菜啥都得拿现金 哦,不太会用之类的 对,不会用 所以没打电话或者报名 对,我着急 当时我也着急 我相当着急,我能不着急吗 我挺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的 给这个老年这个大小的 这个成功率我看挺多的 然后就信得饶我们了没 咱咋说大爷相得千里 过来勇敢追 哎,原来是大爷年龄大了 再加上没人交 所以玩不懂网络 但咱是司马懿福祝哥 更加甘拜下风了啊 人生有三千集 唯有相思不可疑 大爷是生怕漂亮美女都被抢走了 所以就着急忙慌地赶来了 毕竟大爷人也不懂路不知道 就定了个目的地直接上路了 还真是无条件百分百百相信节目组 唱歌得有三十七百年的吧 主在哈尔滨乡方公园 我组织了 我从两三个人 后来达到的上千人 就我们两个 就我自己和山上唱歌 后来有一些爱好唱歌的人 就是喜欢就跟我们一起唱 一周能去几次 一周的话 基本上要是不下雨天的话 我就去 天天去 天天去 给我们唱一首吧 唱一首 唱得不太好 拿手的 寒风飘飘落叶 君中是一朵梨花 亲爱的战友 你不要想家 不要想妈妈 真是刘备编草鞋 手艺高啊 说起大家的兴趣爱好 人家爱好的年龄比咱的岁数都大 这爱好都能坚持四十年之久 可见大爷着实是个热爱生活的主 合唱团的人数发展到了一千多人 还真是红松出山 到哪都是栋梁啊 也是直接献取一首 歌声是沉门有力圆润饱满 你一看就是个行家 唱偶呀 带个女孩儿的 男孩儿压力太大 我现在看着战争啊 我看着不少这个离这个吧 来回这反复一会儿 一会儿又去一会儿 老是反复反复反复又回去了 那大哥那我说一句 你自己不也是离异的吗 走到大道 他也不认识我呀 我们来一下根本的那个不能复混了 爱好那个唱歌的 跳交集舞的我不选 为啥呀 跳广场舞啊 为啥呀 因为交集舞 我对我的个人来看太乱了 广场舞就是大机器 就个人跳个人的 啊 跳交集舞的不行 跳广场舞的行 对 啊 因为跳两个差两个 他有那个接触 因为交集舞是异性两个人接触呗 对 要是找着合适的了能来唱醉呢 能来唱醉 大爷这次不远千里来寻求爱情 也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不把握执张 职业要找个丧偶养个女儿的 生怕对方有个未结婚 娶媳妇的儿子 毕竟光是买个房子 估计大爷干起来 人是好的但头发就不好说了啊 而且对于对方的生活习惯 大爷也是有自个的要求 直言不接受跳双人交集舞的 丑人家演绎中的意思 这是生怕人家红杏出墙搞破坏啊 这哪这么多丝巾呢 就愿意抽霉吗 屋里边有的 我看看 我看屋里边 就是说出去就换一个丝巾 就是那啥玩意 搭配衣服啥 这个搭啥样衣服 这个就是将这三色衣服都可以搭 黑身上这个就行 你围一下贝大姐我看看 它这个是吧 是那啥造型的 这样是那啥 你妈头一次见这样的 它有造型 这可以这么整 这是那啥 要出去溜着啥的 就那啥 你这哪只是丝巾的 这不都顶一个那个 像那个衣服 这衣服这里 这都跟那啥玩意 这都可以 这外边你就穿啥衣服就可以了 大姐你这一下子就记上了 这假如我要学得学半天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刚一进门红娘就瞅见了 大妈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丝巾 都说男人至此是少年 女人爱美的心意是从始至终的 大妈直言刺的就喜欢穿衣打扮 丝巾可是不可多得的装饰品 还真是会穿的不得了啊 这要是在墨镜一带高分鞋一彩 就是隔壁老王在大街上见了 都得戴上眼睛回头多愁两眼啊 我家老头走不是拉得急用吗 我能这么拼命地干吗 他心头是肾脏肿脏肿脏肿脏不能手术呢 完了这边脑出去 然后那一年就是住院生病啥花不少钱呢 对啊 钱后十万呀 当时多了 我这一年基本就还差不多了 还有个一万两块钱 其实我这一年我也就还上来 啥子干 我没事减肥品 减肥品呢 你看这帮爷说 哎呀万一瞅你 你还啥你都干你 我穿上那啥子 谁那啥子 我说我也怕谁笑啊 谁笑谁笑 我那啥子 我买三块钱给我买块豆腐你 谁能给我三块钱买块豆腐 那我得贪你多大人钱 咱大妈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都说夫妻本是铜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咱大妈玩的就是不离不弃 前夫生病去之前 这个是杂锅卖铁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为了能够给老爸更好的治疗 大妈又走亲房有四叔借了四十万块 大妈一边得带孩子 一边又要还鸡花 这生活上的压力还真是不小啊 这么多年来再当再累的活人家也干过 遭人家白眼刺激都无所谓 生命成可贵 还情价更高 大妈还真是畅息的躺眼泪 咯咯可气啊 这些妈得那啥吧 得有个工资 老宝吧也得有 最好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再没啥大要求 大妈这次铁树开花 在冯一春 就是想找个好好过日子的 一半烟火以牟生 一半失忆以牟爱 只要两人能够吃饱穿暖 再加上生活习惯没有大毛病 就能够跟人家夫妻手牵手 余生一起走 我敲门了 敲门了 来 我先去大哥 来 进吧 你好 来 来 大姐 来 请坐吧 大哥 好 穿鞋吧 穿这鞋吧 一字性脱鞋在我那包里 你还带一支线头鞋呢 对 这个是大哥给你拿的水果 谢谢 不好意思 这么远拿水果 你给说说都拿点啥 苹果 和我们和我先去包 你俩自己接受吧 还可以 过关了 就是第一印象挺满意的呗 对 一百分的话能打多少分 能打九十五分 哎呀 这么高呢 高分啊 感觉咋样 还行 丑得好像倒是八角的 八十倍以上的 行 那就说明演员过关了 那一会大姐你就跟他好好唠一唠 行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两人一见面就知乎相中了 大爷更是直接给出了九十五的高分 看了这次不远千里勇敢追案 可算是没有白跑一趟啊 大爷这头是直呼相中了 大妈看到大爷终成老顿 而且还不是控夺手来的 千里送额毛李清清一重 大妈也是打心里的感动 这也是啥爱好没有 唱歌跳舞打麻将打活都不会 我就知道干活 我爱好这个唯一唱歌 那好 但是我也想那啥 但是不会呀 跳不跳教育舞 教育舞 啥舞都不会跳 过热的人 那根本过热的人 啥都不会 老能干了大姐 老能吃苦了 这点挺好 正能量就是 真正的过热的人 问琪对大爷的第一印象 也是直接竖起了大拇指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得很啊 大妈一说起自个的生日习惯 可不唱我不跳 烟酒不沾麻将不打 这么多年不是在干活的地方 就是在干活的地方 大爷一听也是使劲人师父 心夜成福 直言人家是个过日子的人 激动的连话都说得结巴了 可见心中是有多激动啊 我一开始参加的是民夜团 洋琴 胡馅 鼻子 这你都会 这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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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是我参集一开始吧 我在空玩 那个那个香花参加这个合唱团吧 就是以民夜 我唱也不掉 我是属于锻炼身体 行啊 唱两句吧 唱两句 唱两句 我愿意听贼 愿意我家的所有会唱 啊 我唱得不太好 行啊 咱们也不是什么 太阳出来 太阳出来找四方 毛主席的思想散尽光 把他们全埋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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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好 好 好 喜欢是喜欢 好 喜欢就是说 那说他自己上天出去唱歌呢 我不放心 那他要是上那种合唱团啊 那这地方我也得去 真是土地庙里填窟窿 不妙啊 大爷歌唱的时候 大妈也是打心底的喜欢 但是一听说 人家有个一千多人的合唱团 大妈却是打心底的感到担心了 生怕人家会有外遇 毕竟家花哪有野花江 路边的野花不采白不采 真是老鼠钻风香 两头受气啊 毕竟这四十年的爱好 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放弃的 那大姐要和你一起去行不行 一起也行啊 就挺向往的 你哈尔比没有房子啊 对 那你就是 那上这来就没啥说的了 是不是啊 那边没有房子 那就是上不来可以呗 是吧 可以 这不是什么难题吧 是不是能来大姐这 来到长春就会了 能来 咱们看这么亲事也是 板上钉钉没得跑啊 大爷在哈尔滨没有住房 大妈一听便建议让大爷到四个这来 本以为大爷会打心底的建议 没想到人家直接就张口同意了 聊了这么多 唠了这么久 一路上大爷试过五官斩六将 兵来将党水来土研 看来就坐等其父上门了啊 我我就害怕打针 我一见到针就害怕 你是怕这个病还是怕打那个针 天天打针 这个维持的话能不能往后往大的发展 还有 你怕这个病将来严重没到岁数大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哥 对对对对 唐静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合唱团有一个 嗯 已经不在了 在给我 你我从不久不久这些年 已经给我 是不是各方面 扫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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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现在更希望能找一个身体健康的 对啊 病事我当然我得说了 就接受不接受老老呗 对我这必须这个事不能隐瞒 好 能交个朋友也行 好 嗯 先交个朋友了 好 往后就当个朋友说行 嗯 就是有点顾虑这个糖尿病的事了吧 好 其他旁边是不是还准了 啊 其他人真挺好吧这 嗯 该咋是吧 我血糖有点高 我打针 我打针 但是我就是 都是控制在 我这个血糖都是控在 在那个正常范围之内 血糖是不是糖尿病 我认为是 这是不是一种糖尿病一种 对 你这个糖尿病现在 最严重是打的什么程度 我我没感觉 啊 对 糖尿病 你说你属于不是那么太重点 对 对 你得了多少年的这个病 23年 那你过来去 好 行 嗯 我偏偏带你来小孩 行行行行行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力的 一想不到啊 钱都大呀 还不远千里对大妈意见钟情 没想到一听说人家的身体状况 马上就张口表示拒绝了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任谁也接受不了啊 你姓陆是吧 对 陆姐你这人确实挺好 但是 我呢 啊 想呢 就是 咱们做个朋友行 行行 嗯 周大哥 早日找到另一半 哈哈 找个称心如意的 周大姐这个身体保持健康 哈哈 你俩这啥辈分 你管他 周大哥他管你 小大姐 哈哈 爸我的 要求也并不高 咱们也不是说 我也 啥也没有 就一个人 庆祝这家的话 那是 普通就是 我一个月交这六千块钱 保险 交六千 嗯 这交几年 交四九年 交四九年以后 这钱给发回来 我交五年了 我五十交的 真是刘姥姥进大官员 大海眼界啊 咱不能因为四个家里穷 就要求别人让自己富起来啊 大妈一个月生活费二百不到 却一身手 就要一年六千一步八万块 我这自个的钱是真不心疼啊 你好大哥 你好 怎么样找的整不整 二月大行都来了 哈哈 不过还摆这么整齐啊 整齐风吹吹干了好烧 晒干了好烧 都是三简 你是个利索人是不是啊 一啥 可能呢 我看挺板凌的整啥 这小元收拾也挺干净的 嗯 这小元收拾 房子新盖的是吧 嗯 除了都自我自个刷的 颜色挺漂亮 漂亮啥 是15年刷的 人家后面的台阶 都不合气 是吗 那你这一般活啥都会干啊 当然能做专程我自己 你的酸菜呀 嗯 这个呀 你属厉害有两个 啥 我意思是这个啥都得干 啥都会 缝背的都是我合 我合眼神 缝背会呀会呀 嗯 能扑扑 扑平了就防止了 这动手能力挺强的哈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刘备鞭草鞋 手艺高啊 谁说咱农村诞生老汉 只会抽烟墙啊 大爷真可谓是生活的典范了啊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啥样式的活都难不倒人家 大到拎厨头下距小到针线活 人家都是全部能够拿呢 就连烟闲菜也是杠杠的 我们家里有病之后 这几年也不重 哦 他是啥病 他住院 住一年住院 哦 啥病啊 他是卵巢癌 哦 嗯 把你自己找过 没有西大人 我就是这遗憾 我们的孩子 出去外 出去 出去 16年 原来我们家 我家 我们家里是17年 拔一份就有病 拔一份 也是上一股火 上火 那是有关 那当时给你跟老伴打击可不小 孩子之事 对不打击太大了 因为为啥 这么说 这不是说有病了 说是没看好 那没长好 对 这是意外 似乎 嗯 突然间就是 我老娘娘的 人家 说 说出事就没了 对不打击太大了 再说 那年 马上说是 才26 哎呀 那么小啊 我就是那时候 跟弟弟都干个活 有时候 我心里还挺累 过去的事不行的 大爷也是直接厨房里的案板 尝过爱情的甜 吃过爱情的苦 前妻本来就生患癌症命不久矣 本来家里的日子就够难过了 没想到又出了车祸突然撒手人寰 老天爷的玩笑是一个接一个 麻省总挑戏数断 厄运总找苦用人 大了个人都还在地里轮锄头 为以后的未来生活 猛发展的 没想到媳妇就抛下 自己的先走一步 活蹦乱跳的人说没就没了 任谁也遭不住这样式的打击啊 中原不冷 稍微 你这屋没有暖气解 是不是 就靠这抗取暖 抗取暖 现在是冰凉 烧 一会就能热 一会就热 那热火也不能多暖和是吧 15-16度啊 屋里头我没事我就进被窝了 摆上胃了 躺着我来看我手机 哭了就碎 你这漏雨啊 这棚底好吗 不漏 不是漏雨 那咱定是个西老婆呢 冬天有点粉霜向的 就感觉冻脸 咱没租个楼呢 查家也行啊 哎呀 没租 差不多 家伟 钱也多呀 我这 舍不得 挣得少 你得去着猪楼的 更不胜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黄莲树上挂湖的 一个更比一个苦啊 大妈的屋子 仅够容纳一个床外 连一个独立的卫生间都没有 别说洗澡就是上厕所都发难啊 屋顶的头上还套了一层塑料膜 一半才知道是防御防击霜的 大妈的日子可真称得上家徒四壁了 看来又是一个生活的古名人啊 先来一点 不用你 大妈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说起一个人的生活 大妈做的是早点生意 每天凌晨12点就开始起床和面 一个的麻花油条大麻豆就成大妈的命 自己和前夫过了几十年 除了新婚当天其余时间再也没有恶过 前夫对自己是又打又妈 要不是有孩子在中间家的 这个家是一分一秒都不愿意脱带 忍得了一时忍不了仪式 大妈是终于开口让自个获得解脱 她人怎样 老好了 好 事实说没有 是吗 不爽闲不喝酒 喝一点点 脾气好吗 好 好 还有啥优点呢 人家条件也不错呀 条件挺好的 是不得人家天真大发 挺好 能干吗 能干 事实说没有 就是人挺随和的 大姐 你听没听着 刚才我问这个王大哥家的邻居 听着了 听着了 虽然没见着面呢 对大哥有没有一个印象 还行 能不能像大姐说的那样 能 到了 他家就在这住走 大姐你看不看出来 大哥是不是个利索人 看出来 家里这柴火 罗得板板正正的 过日子没问题 我妈就行 走 姐 大哥 我们来了 真是司马懿扶住哥 甘拜下风啊 刚到了大脸的人村门口 迎面就撞上了邻居大婶 一听说 隔壁老王上台相亲 也是过年的嘴巴 竟说好话 里里外外把大爷给夸了个遍 直言大爷不耍钱 不喝大酒机器相当好 都要把人家夸成一朵花了 瞅着眼月中的意思 要不是自个已经嫁为人妻 恨不得马上跟着大爷娶过日子啊 请不住 走 赶紧我 在这屋 姐 还行 还行 挺好的 过日子的人 就是 挺好 挺本分的 定一下 就能看出来这是过日子的 那我 从哪看出来的呀 就是一举一动啥的 他就是挺根本的 不像你说摇头一过晃的 催着红红啥的 觉得他挺实在的 挺实在的 跟我说这个 不用超啥心 然后一看着家就能看着这个 对对对 这一斤叫啥样啊 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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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斑呢 哪个一斑 各流啊 哎呀松了 各头种 对 长得啥样呢 哎呀 还一斑也是 你没细看啊 大姐可很耐看的 哦 大大姐五官长得好看啊 你不觉得挺副态的吗 啊大哥 嗯 那行 咱看这么亲事 也是铁头戴了高帽子 保险的很啊 大妈一见面就直呼印象不错 只看了人家一眼 就觉得大爷 他是本分是过日子的人 绝对不会话说柳说 有嘴花实的 但是在瞅瞅大爷那头的想法 确实直呼印象一般没有演员 红娘还试图说好话打人唱 但大爷貌似是一点面子不想给啊 都说男追女合作 山女追男哥曾杀 那人家稍微一出手 还不是分分钟把大也治得服服帖帖 那就看大妈如何扳回一城了 我这 建岗上得资格教师宝 人单位不管了 解除老公开去 个人教十五年呢 我退休缴费二十九年的 现在就教二十七年了 现在二十六年半 三百一十八个月 我过家反正没啥能寸 但是我也不外奖 但是我比较勤俭 他家里啥都喝香药了呢 不说去他我都呼喽 啥都这般的可齐了 我这有啥说啥 我带有二年多开支 大概也服务实实的 公司的人 大家就能看出来是过日子人 大哥说缝贝都会呢 现在没他收入 反正地包我两钱 国家给我两钱 就是 花不多少 也得不花不花 也得个三百三四百块钱 对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大业一个月水电费加上吃喝完了 一个月满打满算连五百块都不到 就算是吃得再轻淡简单 但可一点不妨碍人家长了一百八十个个子 一个月都节俭到这个地步了 但大爷还是打心里的不满足 为了省点店 大爷每天就上山失柴 对自己抠搜的程度 就是周八批听了都得亲自拜访啊 节俭吧 我比他还节俭 我一个月基本不花钱 有二百块钱够了 哎呀 你也这样啊 我就吃点饭呗 我中午还在厂上吃 就找人给家吃点 所以你不觉得经压吗 没有 没经压 不经压 我比他还直系呢 不是 我个儿该直系直系 我要是出去 要是朋友了 是什么 反正我也没啥朋友 就像咱们在一起 我应该我掏钱 我是面上人 应该花的话 该省的 对对对 我个儿要什么咋的都能对我 老妹我跟你说 我也是不抽烟的吗 三四百都花不上 一个月抽烟钱 还得三三百来块钱呢 那是 那你除了抽烟 不干别的了 就三四百块钱呢 就说 把抽烟钱拿上去 不算抽烟钱 过日子三四百块钱 对我个儿呀 挺回顾的哈 大哥 真是老奶奶钻被我 被给爷整笑了啊 咱见过比谁有钱比谁付的 可真是没见过有人还比抠搜的 听了大爷一个月吃穿用度四百不到 大妈可是又有话要说了 直言四百块 大爷始终是大手大脚 资格一个月才二百不到 可真是让咱看得直呼 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海眼界啊 这次上台相亲的合着都是省钱专家啊 亲也不相聊就隔着比谁有钱扣啊 我们家里有病之后 我们家里是17年得了病 到18年11月份就没了 后来我亲戚给我介绍一个人 过了一年多点 这我不常买一家 咱也别说 谁 我跟大姐也说了 嗯 说了 我还一个月给他拿了俩钱 拿俩钱 这是生活费我不明管 我这有事保 啥情况我都给你介绍了 那你一个月给你拿多少钱呢 一个月啊 我这跟你不把想 那时候我说 我给你拿五百五千零花钱 但我开机之间 我说呢 我只能多不能少 因为我俩用啥不过呢 我这说主要的就是 就比方说 我问我们的村子谁谁谁那儿喝呢 他也不知道我跟人家是啥关系 他就多喜 他喜喜 不用说那么太喜 喜喜 两个人性格不合 就分很正常 一句话就包括了 也别说也不用说那么喜 这玩意都这么大事了 那都是小事 我不在乎 之前咋咋地的 我在乎以后我 昨天说的有啥 是因为有点故事啥的是不是 那有点车骨弱化似的感觉 我着急 我是性格急 行行不行 拉倒气啥啥完事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啊 大爷一说起 自己的感情经历 食言前妻车祸去世后 又经过没人介绍 取着一期 大爷的脑袋里 刚组织了一堆 唾骂前妻词语 刚准备脱口而出 解析一番呢 没想到大妈 却知乎废话太多 直接说不合适就行了 这突如其来的训诫 这可是给大爷都整猛啊 由此可见大妈 也是性格执扭的主 因为我这一个人人呆不起哈 我也没有呆着 没有呆着习惯 这么多年就是 看文静 反正钱是没整下 活没少干 从哪 我俩零完婚以后 我个儿 个儿养我个儿个儿 发生事 我一年交六千块钱 那个医疗 交四九年 医疗花 医疗就是看病不花钱的 这个 一年交六千了 嗯 那这是一把 上年就属于商业保险 是吧 大姐 好像是吧 商业保险 工程给我办的 我也不懂呗 一年交六千 嗯 这交几年呗 交四九年 交四九年以后 这钱给发回来 我交五年了 我五十交的 那你没有社保 啥也没有 反正我这一堆一块 没啥落着的 反正就是 我这一年六千块钱 这四点负担 嗯 这交五年 还有十四年 那还交四年 看病啥的 住院都不花钱 那得分啥病 那本身就摆报卿 不能 得分啥病 它那属于大病保险 嗯 是吧 姑娘 是 商业保险了 不就是买的 有重大疾病 还有能够住院医疗 这个吧 这个也不白交 你说谁保不保 不省点病 是吧了 真是土地妙丽 田窟了 不妙啊 爸妈对自己是扣扣搜搜 不愿意多花一分钱 但是一见这大的脾气和善 一张嘴就是要八万块啊 一年六千 折算下来可不小啊 大爷一听也是没头紧错 这个省吃钱用一年六千都不到 现在好了 人家一开口就是要观察本啊 爸我的要求也并不高 咱们也不是说我也啥也没有 就一个人 清楚了解的话呢 就是负担就是我一个月交这六千块钱保险 是 吃点负担 那完了我还能干 我还能干个四年八年 就我个儿交我都交不起 这说一些新女话 问题你不是你不得有对象了就得拿了吗 这对象给交呗 这些负担都得落你一个人身上 可你能不能负担着喜 你能负担你就负担 你就说你负负担不起的 就提着咔嚓就完事 真是唱戏不看剧本 属实离谱啊 爸妈直言自个的要求不高 但是再回过头来看看自个的条件 这简直就是世子大开口啊 毕竟自个住的房子都漏雨结霜 这八万块要是自个拿得出手 那肯定最先盖的房子解决燃眉至极啊 这要求跟要三斤还贷款都有了一笔 无非就是一个现结合和结账的问题啊 是说是说了那是抢几头的 并不是说的 我从心里往外的我就应可你了 我就你多钱 你不是说六千一万我都给你掏 他没有这个感觉 我喜欢男人大大方方的 别一张挤点两位挤点 不挤不出油那种的 我不喜欢那样 我就应可 我刚才我也说 我哥哥挣钱我哥哥交 我都交了起 那我别的要求没有 这点负担他不不起 那我还找他干啥呀 就跟我给我饭吃 我哥哥谁也能养 我不是 从容实实的 是不是啊 我哥都能交不起 那不是那事啊 说了吗 你给我上这边来 我工作没有了 我就肯着他 那也挺难受的 是不是啊 但是大哥不也说了吗 这点要求不算啥 是啊 他也说了 说了 但是我也没说 带过他要这个那里 也是 管就是这一个事 我弄 不是事 不是事 管这一个事行 嗯 所以 你刚才实在不说 你先说呀 咱看这么亲事 也是断了线的风筝 没死亡了啊 大爷思索一番 好不容易答应了 大妈提的要求人家解决了 可是没想到大妈 又挑起毛病来了 直言大爷回答 太慢人太口臭 咱也是账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人家八万块都愿意说给就给 愁他妈言语忠的意思 难不成还有别的要求啊 我是不可能上这来的 不来啊 不来 大哥家条件多好啊 条件好是好 问题我待不住 我就听你实在不说 就是说 我就说实在 现在就是 要我上长生 你就 就是说三十万 你买个小面子 我现在还付不起 没有那些机器 还是一个 我这还得 交涉宝 我这房子 一半我卖不了 我能 现在也该不能价 不好卖是吧 不好卖 你盖是花十四五万盖的 现在能卖上 就可能能卖到钱 现在呀 能卖本吗 不是 现在我又卖了十五万的话 那也算不错 不错 就说上长成成 我也买不起了 不是 对 你说就说死的 还行 也别说行着话 是不是 真是摆货大楼卖西装 一套又一套的 按理说 大妈经为过不少磨难 因为临过椅 所以要为别人称马仔 但是大妈是咬到了 就绝对不松口 钱到要了八万 还心里不满足 一边说着 这个要求其实不高 智慧又要大爷 给人家在城里买套房 还真是让人佩服至极啊 总体来看 觉得大哥咋样 太口气啥意思 还行 过热人呗 踏踏实实的 挺好的 那能不能 下一步沟通沟通 然后达成共识之后 有下一步发展的可能吗 不行了 不行了 你啥呢 那已经到这地步了 哪个地步了 这已经都表态了 就不要再往前那个人耍了 不争取了 不争取 相不想弄大哥 还行 总体来看还行 是吗 行 然后最终就插在 这个地域的问题 他又不能上场上春 咱又不想上这来 对对对 那就这一点挺可惜的 不留电话了 不留电话 一周也就是两天 过那进去 对不对 那你去一天 有五天都在那 那咱们没啥意义了 先去明天回来 明天去明天回来 如果有什么活动了 我就不去了 这种事 我要想不上呢 我就想躺不上 真是老奶奶钻备我 给爷整校了啊 一听说富豪大妈 是开宾馆的大老板 大爷马上就不乐意了 只眼想过二人世界 害怕富豪大妈 没时间陪四个 整的大妈 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咋就跟哄小孩似的 啊 怕打扰别人啊 小宾馆 我听说这宾馆是你和 我妹妹一起做 和开的 对 我是就是一共开 开 现在就属于 最二十八年了 开八年了 这个宾馆 咱这个是 这个房子是咱租的呀 还是 买的 自己买的 买这门市房 又开这个宾馆 也花了不少钱吧 那两个 对啊 对啊 连装修了一百多万 这不就显示 教育好不好 我没啥负担吗 咱这个宾馆 现在是多少个房间呢 十一个 价位从三十到八十 还是低价位的 五一包街 早晨九点钟来吧 到十一点 到十二点 那样就把这个 卫生搞下 利托的 被打得洗洗 我就连八月 在井里 在 财务 都管了 财务 啥都管了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我们俩分的时候 也就一万多块钱 就是一人五千两块钱吧 好钱 那也不少了 是啊 咱那个也是什么呢 就是补充吧 其实你不止这个钱 生活 是不是 你退休老爸 退休金多少钱呢 我退休金两千八嘛 那就是不干这个 也够垮吧 嗯 也行 天空一声巨响 咱富豪大妈 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高水平啊 咱大妈腰包里的 实力还真是 小马拴在大树上 老后啊 姐妹童心 齐一段金属 开店就开店 前前后后 投资了一百多万 一个月的工资工资 加上退休金 这可连多少大 也都是望尘莫及啊 这小屋整得挺亮的 好亮的 多大房子啊 这七十多点 这块你看说 这属于小隔断嘛 前面是一个卧室 这边是个小北卧室 这边一边一个卧室 对啊 这是小厅 这个电视嘛 就是小点 这屋里头好干净啊 还干净 反正 反正 我觉得自己住会挺温馨的 你看就是 还挺温馨的 这一家家里没有花 这哪块都 都利利索索的 反正我觉得挺温馨的 这个装修 整个就是 按照我自己的医院设计的 因为我觉得你对 你现在对自己的生活 还是挺满足的 还行 挣钱 孩子也不需要 也没说妈妈 我买房子给我拿多少钱 我买车牛呢 从来就是我没有啥压力 我就是想要啥 空调虽然不常用 热钱 打几天是也舒服的 整天没给暖气 咱可以先开空调 空调电视 洗衣机全自动的 微博炉 这个智能马桶 这个智能马桶 现在这个时代了 已经达到这个 已经说说不是什么 太高低 智能马桶现在还挺贵的呢 也不算贵 还行 最一个盖是不到两千块钱 那你享受不一样 你说天天能洗澡 能用自动马桶 能用全自动洗衣机 我就觉得我挺满足的 真是飞机上抹胭脂 美上天了啊 都说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看看大妈的生活多美滋滋啊 一边有着几层楼高的小乳馆 一边又有着70多平米的小住房 全自动洗衣机和全自动马桶 人家这生活也起码是小康级别的啊 两千多块钱的东西 在大妈眼里就是轻轻松松 还真是海底在花 跟着身啊 打多少钱没见了 正好是11月3号第一次 21年 一年零三月 那你没啥变化啊 说 你不见老婆 我这个体型嘛 从小上中学就这些 所以这一年就咋样跟说 过年吧 这你也知道 房子挺大 就一个人 还是转转磨磨磨 一个人叫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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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话嘛 像你们的 我的孩子跟你们都少不少 有些话孩子只能看看你 有些话你不能给孩子说 自己拿着这就知道 这你来我们家 咱家不缺个人 就缺个人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大爷也是节目组的面老嘉宾了 先前上台乡亲未能如愿找到一周人 这次也是重整旗鼓再次出击 一提起自个现在单身的状态 大爷就难免想到已经逝世的前妻 对着镜头都忍不住红了眼眶啊 人生有三千级 唯有相思不可疑 孩子虽然能够聊天唠嗑解解法 但是这心里的苦 却始终是老夫老妻才能懂的 哎呀 对这事吧 嗯 应该有点改变 身高 高啊 这么大事呢 也没啥大必要了 是不是 主要身体好 就是区别说话的 必须的事 我不用他干 开我工资什么 三千零三十八 生活视频这个水平 可能也差不多 开支前往这放 随便你全归你安排 有功能的语言 大爷上一次相亲是挑挑拣拣 自个好不容易勇敢一次上台相亲 就是想找个漂亮的大美女 但没想到施语愿为 大爷在经过了一年的沉淀之后 也是不想再吹毛秋思心高勿远了 只要两人性格合适身体健康 那就能跟人家夫妻首先 余生一起走 我是五四年 我那个六年 那你 媳妇是才六十三的 对 王健 你好 演员 可以 形象也过过 身材挺好的 挺好的 还行 演员来说就是能送过去吧 第一眼就是能送过去 一吵她就是挺低 不是俩在这方面生活观念哪一样 反正观念和我差不多 我也是 不愿意说什么东西都留 没有用 实际你一吸一想没有用 占用你的功绩 我让你清理 你看起 手不是他 对对对 像我们的年纪人 好多人不认可这个事 那用我也给这个堆 我就应可要是三年两年以后用我去买一些 三块两块我也不占一块地上 这观点是一致的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大碗里装的丝巴 稳稳当当啊 俩人一见面就知乎印象不错 大爷是觉得演员可以形象一过关 看到大妈家里收拾的是干净利落 一点就东西滥费品都没有留 大爷也是夸赞连连 大妈一听也是打心底的认同 毕竟好多人到了这个年纪 都不舍得乱扔东西 总认为留着未来指不定用的事 但往往既然空间又操劳心神 我身体状况 没有三个没有啥 更大基础 基础没有没有 没有基础 因为谁讲话的是 以后的是以后的 对对对对 所以目前呢就是身体要是说 雅健康 说颈椎呢 说不舒服就是这种 我身体挺好 基础病性没有 学校高的事都没有 我是老板走过两年了 过了 20年的12月26号走的 他这15年当中 高学院引起了摩许说肠尿病 那有属于不照顾了我来 那我找另一半的啥也要救命 第一身体必须好 因为我再折腾不起了 到我是这个想法 就是一健康一种事情 说起自个的择偶要求 大爷也是一招背手要十年怕警察 前妻就是因为身体上出了毛病 才丢下了自个撒手人寰先走一步 这次大爷也是胡动一赶出 直来直去 直言对方必须要身体好没有基础病 心灵美才是真的美 身体好过日子才是真的好 好在两人都是没有啥毛病 可彼是端午节是中的 皆大欢喜啊 这是玩麻将啊 不会 不会挺好 我是肴不丑 酒不喝 那真的这个 符合不摸 符合不挡 麻将不摸 跳舞唱歌这都没有 我对那个跟那孩子没兴趣 就可能还是喜欢敬 不喜欢的闹闹 那个各方面和我的脾气 各方面好像没有冲突的地方 她的爱好和我的爱好差不多 你看要是她累跳舞我不累 那我不知声我也不高兴 我要是也是 她不在打麻将 我曾经打麻将 她也是不知声 不管你得也不高兴 我觉得我身体型的时候 自己能干点啥我就干点啥 和我妹妹俩一起买个房 开一个小旅店 小时尚名馆 真的吗一个月也挣个千万 完了还不累 过个保洁 收拾尾事 咱也不用干啥 完了觉得 我能让跟这孩子说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的事 还是填充了我的生活空间 这个开这个买卖吧 就只要不影响 不影响咱们的正常生活 这个都没啥说 反正不影响我正常生活 就是说那意思 你要就觉得就是说 有没有啥嫌了 那你是要说每天都去 每天都去 每天接人去 明天回来 明天去明天回来 如果有什么活动了 我就不去了 这种事 我要想不上呢 我就想想不上 那你这事是这样 那咱要真正的走在一起 你是不是一个月有半个月都过那 就差不多吧 一周就是两天过那进去 对不对 那你七天有五天都在那 那咱就没啥意义了 真是土地妙里甜哭咯 不妙啊 一听到大妈是宾馆的老板娘 一个月的有半个月在外忙活不着家 大爷也是打心底的不乐意了 这个是烟酒不沾麻将不挡 真心奔着过日子来的 就想过好两人的小世界 共度美好黄婚恋 一听说大妈现在还有公事缠身 也是担心开旅馆当我俩人过日子 明显是有点小脾气了啊 那你这个心的矛盾又出来了 我就说跟他商的这个事呢 我是咋想的呢 走在一块儿 我就二人失禁 我就说这个事吧 我说为啥提出的 看你有啥想法 实际上呢 我也是商的 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 也是不一定说总干 干到那什么时候 就是说觉得没事 那时候我是什么情况 那时候没啥事做的 早伴早伴 就是我说不一定说二十四小时 全陪伴你 但是得 但是晚上得回来 是这一股 这个对 这是最新玩的了 那你因为半月不在家 你说我这个 反正这个我也能考虑 就是说我要不上 那可愿意上了 就那保洁 这可以 没上意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得很啊 大爷始终是担心二人世界被打扰 本来这个年龄找对象 就没多少的享福时间了 但大妈还有开了个宾馆疼不开身 一个星期就能见上两年不到 那这婚节的还有啥意思啊 看到大爷直言想过二人世界 大妈也是做出保证 自己年龄也一年比一年大 也是准备向收手了 反正姐妹那头也总是乐意去 没有其他的文外的要求 有我就说啊 没有啥 对我叔一直想问问有啥要求 你说你觉得要求是啥呢 那就是那个你开这个旅店宾馆的事 需不需要我从这种地方帮助 那没有都开好一点 多说你个人现在你的房子有没有贷款 需不需要我帮忙 没有那没有 咱们把这话都说到面了 没有我看电视真有的呀 是的 哎呀我还有什么什么机会需要呢 没有这个 这不是那个物质型的 他这个态度就是我想要的 那说一说吧 进一步了解了解完了 是微信 行 啥都没信什么 就是就是如果没有个行动 也可以 可以聊聊的 谁都不想闪一下呢 就是要不闪一下 我手手机都准备好了 要哪儿聊 那个 我还不会弄这个玩意儿 我说得害羞 叫微信呗 这个是我 是我姨 这个宾馆 这个宾馆 这是我那宾馆的名 相处一段时间 期待你俩有关照的结果 交给共同 好的将来 一个好小的结果 嗯 一听说大马满足自个二人世界的提议 大爷也是马上到的合不拢嘴 虽然前头两人是相谈甚观 但大爷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直言大妈的旅店 用不用自个厨子赞助 没想到人家是钱 不缺人手也够 对大爷的几个子 是一点都不感情绪 最后也是不负众望 相亲成功 到 咱就开门借餐说 我这儿兴急 但没啥脾气 有啥事捉目住 就说 我是上偶的 我知道你是 我是李 我是离婚的 那对方现在 离婚的 对方结婚了 这个离婚的我还是 我就担心 最继续就是这个事 我还得问你 你别介意 没事 你这个婚姻状况 讲的能不能啥 我得问这个事 是 一般的 离异的都担心这个事 我这是肯定不能 是绝对担心的 对 反正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 就是咱们这个 都不像 就是说不定性的年代 就是接着过 没儿不过的 没有这个了 都已经 就是说自个儿 把这个都把握好了 就是真的过不了了 这个东西呢 就是承诺也好 是啥也好 在相处中 你就能知道 这个人性格是啥样的 是不是那种 又有寡断的 接着一出 我的愿望就是啥呢 帮人开来 就翻过去了 我再找谁 谁要对我好 我就对他好 和原配一样 没区别 没有回头路走 没有 就咱俩过不了去 我就说我还得自个儿过 就像说这个 一个碗打破了似的 你再咋喝 这个镜子打破了 咋的也喝不了 这是什么呢 这事的 这个年纪走在一块 外戏对付吧 真不容易 我是放弃 听到这句话 那不是什么的 没问题 谁都有孩子 他如果要说是 儿子结婚呢 或者怎么的 那我有这条件 他说我拿三十万二十万 十万二十万呢 真是泥丘钻洞 深藏不露啊 别看大和家里是农村的 但是掏起钱来 却连眼都不窄一家 一听说人家儿子娶媳妇缺钱 三十多万说给就给 属实是小马拴在大树上 牢靠啊 你这还要刚打粮啊 就是啊 今天卖粮 今天卖粮的 那粮就是咱们家卖的粮啊 那为啥在那块卖呢 你今天 那个是我父亲家 所有农季巨啥的 全都搁那个 我在想什么都不放 这是咱们家 对 然后刚才就是我打粮宠的地方 那就是咱父亲家 对 然后你这每年的粮啥的 也都放到 然后放在一起卖 多少地 六上地 六上地 今年打了多少包棉 今天呢 今年反正年头不好千产 能少卖一半 今年都出十来万筋吧 普遍全是这样 我们今年夏天 招了一场大包子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哥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高水平啊 红娘刚走进大哥家里的院子里 就瞅见了老大的货车 喝产车再来回跑 一问才知道大哥做的是粮食生意 这一年下来粮食 都是一万吨进粮的 看不出来大哥还是个生意人啊 这些卖 这些就卖掉了 这些就留了被牛了 在家还养牛吧 对 养多少头牛 十一头 现在十一头 对 你那个院里面我没看见牛啊 因为那个院 那个院是我自己的院 这个院是我父亲的 我所有的东西都放我父亲的 你牛也往这赶回放这 对对放这个 那你家牛呢 牛上山了 就是松开了 松开了 对 可以砍的吗 不用砍 完了到晚上自己回来了 咋的就是白天你把这个门一开 他们自己就出去了 对 吃饱了晚上自己溜得回来 对 现在在哪呢离点远吗 离点远就在那里 那就是咱的牛呗 对对对 就是天天尝他们自己都认识到啊 都认识到 就是你早上你就把门一开一开 然后他们自己就溜溜答答答的就找吃的去了 早上起来我给完料 嗯 一碗水 一门五水 我为牛戏 嗯 姐姐牛都一喝凉水 喝完以后打得越来 我的牛全是门五水 啊 完了然后喝完以后我松开 完了呢他们自己就去除来了 对对对 不是那到点了天黑了 还是他们会到啥点就往回走呢 一般都是两点多钟 三天来钟自己就回家了 就自己溜溜答答答就回去了 哎一个也不少 真是刘姥姥金大官员 大开眼界啊 大哥家的牛还真是有灵性啊 喝饱穿难了 绳子一姐就往外逛 天黑了一冷就知道自己往家里跑 大哥是一点心都不用操的 一说起自己家牛的待遇 难怪人家这么的家啊 吃的饲料都是打过的 喝的水都是温的 还真是端午节吃粽子 皆大欢喜 牛都不用自己出去放 没开一关一年就多赚了三四万 咱可真是羡慕不来啊 快快快 你上不脱上不脱 没事儿 你就上不脱就行 妈咱家这是 喝酒这是第一个啊 对全都是第一个 今天刚装修的 把墙面捧 完了做完卧下保温了 地面那个什么了 地面换的瓷砖 原来没有卫生间 现在有卫生间 这个洗澡浴霸 这是热水器 对热水器 那个完了这 这真的 你要是比如这么说 你要是咱不说 这是那个农村 你要是光看的话 这跟楼上的楼房 基本上没啥区别啊 真是刘备编草鞋 手艺高啊 刚一进大哥的家里 红娘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 这里里外外哪像是农村里的装扮啊 就算是有些城市里的环境 都没人家细致高级啊 全屋每个缝都铺了地暖 就连四面墙都采用了保温的高科技 洗澡有浴霸 浴室有作变 这里里外外可得他不少钱啊 这钱包深度还真是不可度量呀 感情一直都挺好的 没发现有什么事儿啊 在东北生活的时候都很好嘛 完了然后那个到那会儿以后 我是万万没想到这事儿是 他跟了一个用剪子 用菜刀换旧手机的 但是我具体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因为我就是 我见到他那一面的时候 出了离婚 剩下一个字我都想跟他说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事儿 说起自个的感情经历 大哥已是厨房里的暗板 尝过爱情的甜 吃过爱情的苦 自个虽然说条件不算怎么好 但是吃饱穿暖留点闲钱 也是简简单单 没想到自个刚从家里回来 就看到前妻跟收费品的 男的搞到了一起 自个想破脑皮 也不知道差到了哪儿 大哥头顶青青草原 一时已是维米不振 钱不挣活不干 整天喝得烂醉容易 要不是有老父亲 删了自个一巴掌 估计现在都还没走出去啊 那咱们就骑着看唱呗 走着瞧吧 小姑还挺软和的哈 这是造纸厂的那个家属楼 住在楼 那咱之前是在造纸厂上班是吗 俺家他爸 他们都给招唱 他一家都给招唱 一家都给招唱 他姐他们都给招唱 就是住在楼买的 但老楼吧面积大 这多少瓶 七四 但是我看这是 不是咋家里了这么多床呢 我看这屋也有 这屋也有 俺家来人 我妹子我马上谁来去住 我孙姐上家 我都不咋孙姐三十下午才能到家 我中点工嘛 打算卫生 我初一都干活 对我听说了 我说那个现在不是当保姆还是当哪样 当保姆 完了之前的时候咱是做中点工 对 然后所以说就是 就是根本就请不了假 就像你说的 大年初一咱都得上班 对 所以说他们把就是父母啊妹妹什么的 就将就点咱们 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这也不是没地方 对 是不是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姐闪亮登场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咱看这么亲世也是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的很啊 大哥先前就是想找个能吃苦好好过日子 大姐说起自己的工作经历 大年初一都还能替人家打扫炉子 那可真是全年无休了 经历打仗 因为心情不好就爱打仗呗 她性格不好 一喝点酒有时心不顺着 就爱打仗啊俩 那我心里不平衡啊 你还跟我干仗 我还不知道跟谁干仗 我也发泄了 就干呗 离啥有行 打啥离啥也不没离 反正她喝酒 后来就 她身体也不然好 喝酒喝多了 就是好像是心冷吧 完了 她走了 我大时回来 看她爸哥堂弟 她呼的了 她就呼的呼的 就是喘出气了 那不就是有病了吗 我还打了120 最后半夜两点来的时候我就走了 那时候你多大啊 我46 没啥心情呢 有她也是这样事 没她也是这样事 她有时一年都挣不来 她自己得吃的 她又不咋干活 对有没有她都无所谓 真是黄莲树上挂苦的 一个更迷的苦啊 大哥在感情上是遭过罪吃过苦 大姐也是一点没有落到好处啊 前夫好吃懒做酗酒成性 整天一回家就发脾气动手脚 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老父亲了 但仍然是只知道想恶偷懒 一年到头腰包里赚的钱 别说撑起整个家了 就是养活自个都不够 人在事业偷懒身体也是出了毛病 问起前夫走后大姐的感受 人家是一点波澜都没有 反正这么多年来扛起生活大乞蛋 始终是大姐一个人啊 你好 第一印象就是咋 咋别说老了一见钟情的 年轻的年轻的年轻 一见钟情的好 那丑也是演员好嘛 现在也是丑的演员好 给我第一印象 就是说她对人踏实 就是说比较保守的那种 就是说农村这一块吧 我不希望太张张扬扬扬 给我这个感觉好挺好的 挺舒心的 咱看这么亲事已是 我这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都说相亲演员占一半 大哥大姐一见面就痴乎演员不错 大姐顾不上脸红害羞 也是胡同里感触 直来直去 直言对大哥一见钟情 就是心动的感觉 大哥那头也是痴乎相动啊 觉得大姐她是不张扬 以后指定不为 红杏出墙头顶的欲望 这位出房 你看看 就这灶台啊 平时的时候是没气 然后啥都有 我觉得跟你说 跟城里头有啥区别的 看家一样 看家一样 那边那边 这边是卫生间 洗澡 然后也是坐便 还有浴霸呢 现在农村体势里有的都好 大家都搞你 这心情好呗 你说是不 瞅着就是心灵敞亮 你说是不 瞅着心态人家生活 就是比较好 那瞅着就能好 真是过年娶皮肤 好上家好啊 俩人在演员上是相中了 在生活环境上 更是直接竖起了大拇指 看到大哥家里装修的宽敞亮亮 与自己齐齐攘攘的城市小屋一对比 水上水下一目了然啊 下面是白白净净的地板川 上面是高大上的水晶吊灯 大姐也是直呼看一眼就心情舒畅 想着以后能住进来当女主人 大姐都乐得何不龙嘴啊 听你说话一进门说话 好像在农村山屋啊 像我妈家搁农村 我家搁农村的 完了那个二十几岁处理干活 我这块吧 目前那状况是 农村嘛咱都实实在在的影子 这说到哪儿办到哪儿 你说是不咱不管吃啥 你就是这一个汤咱吃饱了也行 一个咸菜都行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板上钉钉 没得跑啊 大哥一听说大姐家是农村的 也是直言自个事业稍有起色 前两年难免会多吃些苦受些赖 但肯定不会让大姐多些苦略活 只要把家几吃好就足够 大姐一听也是直言无所谓 自个二十岁出头就在外独自打拼 农村吃苦耐劳的琐事 早就习以为常 更不用说当个家庭主妇了啊 看到大姐的言谈举止 也是坦诚直扭 大哥也是打心底的满意 心里很暖真暖我说实在话 最近马来说我一会有个地儿 这个地儿放下了 这一听这是 哎呀终于有人帮我分担了 有说这个暖心的话了 就是我没有劳保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 完了大哥能接受我就行 主要是这一点我没有劳保 主要是我儿子都次要问题 他也能挣钱也能生活 没事绝对没事 因为啥呢 农村有几个有劳保呗 是吧 你不都得过日子吗 你只要说看上这个人了 能跟你真心过日子 劳保不劳保的有啥呀 将来他真心跟我过日子 到老一个天我就得贪劳保 到老一个天我就得贪劳保 这家就贪劳保 完了呢 在一个他儿子方面 我不想就是说 这话我还没跟他说呢 我不想让他考虑过度了 因为什么呢 凭自身的能力吧 谁都有孩子 他如果要说是儿子结婚呢 或者怎么的 那我有这条件 我不能说打保票去说 我拿多少多少多少去 我当时我拿30万20万 10万20万呢 我不敢说这个 但是我拿肯定得拿这个钱 大妈的人膝下还有一个被结婚的儿子 想到以后买车买房的一大笔开销 大姐也是囊中羞涩面露男色 没想到大哥一听也是直言 软枣树上结柿子 小时一宗 直言不说三 这个想着我 谢谢 当时你妹妹吧 当时你妹妹一样 这就对了 你别的啥呀 今天我来的 你说我是你小妹 我当妹妹 拿老伴当妹妹同爱 是不是 真是刘姥姥进大官员 大开眼界啊 别人相信都是一口一个工资 一口一个车房 大妈一上来啥要求 不提啥钱不要 一口一个哥哥 一口一个老公 对人家是百依百顺 心悦成福 整的红娘都怀疑大爷在饭里瞎料了 一天 哎呀 把笑笑给你啊 还行还行 两个大生就辛苦了 哎呀 哎呀 终于看着这人 终于看着这人 天天看天天看 天空一声巨响 是吗 再叫我看看 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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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嘛 一定太漂亮了 仙女 是仙女 是仙女 洗身娘娘 哎呀 妈呀 你再给我找 威力先搬了呢 太好了 嗯 这是干啥 我俩合照的要 哈哈哈哈 我的女儿甜甜 哎呀 哎呀 太热情了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大妈刚见着红娘小美女 激动的都要跳起来了啊 直言四个白天想晚上也想 今天可算是把喜鹊给盼来了 抱着三红娘大美女就是一顿夸赞 就大妈这喜上为烧的神情 这可一点不像是庄呢 这个夜真不行 尤其这次杨说呢 是上月12号 哎呀 这下把我烧的 烧了一宿 三十八都六 这一宿啊 就死到屋里都没人知道 完了当时呢 晚上给我遮掠那样 我就心想 哎呀 不行 真的应该找个人 哎呀哪怕就这么磨磨十年 热不热烧不烧 热不烧 多谢了 大妈也是厨房里的暗板 尝过爱情的甜 吃过爱情的苦 自从老伴撒手人欢后 伤心也只是一时的地球照样转 大妈一个人在也正常吃觉也正常睡 也没觉得一个人孤单寂寞日子不好过 但是突然而来的高烧 却是把大妈从安逸的生活中敲醒了 一个人晚上说不定会发生点啥事啊 人生有三千集 唯有相思不可疑 录像可不得了了 全知道了 往全里发 哎呀 上完节目 哎呀可别提了 下架给我上着火 闹子死了 我又跟儿子说 就一个儿子 我说妈那算啥事啊 就证明大伙关心你呗 对呀 我支持你妈没事 就他们说吧 说实验场就不说了 哎呀你看你这儿子 真的我不能为他们活着 哎呀就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后半生 现在就勇敢地站出来 大妈也是咱节目的老熟人了 之前上台相亲的节目一上船 自个的邻居朋友全其活知道了 手机的消息是一个借一个 刚开始大妈还嫌丢人美好意思回 好在有儿子始终站在背后默默支持 相亲找对象是好事 难不成有人这个年纪 因为单身还自豪啊 经过儿子一顿提醒 刘大妈也是决定为自己活一次 为自己余生的幸福活一次 您想说那书叫啥女人 王红颜呢 名字都背信了 在看那个电视书吧 有两个乡的吧 就没同意 第一个呢 说那现在屋子小 完了呢 说那屋子不是那么太维生 第二呢 显摊说的工资少 但是呢 人和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不想 只要俩人好的话 情都一和 就是那个相互到老 毛棚草屋又怎么样 是不是啊 说工资 工资少够不够吃饭呢 如果他工资少 我有工资啊 我2700多块钱的工资 那我可以拿出来 那你乡中属啥呢 你觉得哪个 哪些方便吸引你 就是一个吧 我看吧 他那个身材啊 我不喜欢那个胖人 他那身材和个子 我一米六八大个子 我不能找个子太矮了 再一个呢 从表面上吧 说话啊 和那次他请人吃饭 他自己做了五六个菜 那虽然呢吧 大伙都没吃 但是人家心意做到 真是端午节吃冻的 皆大欢喜啊 说起自个这次上台相亲的经过 刘大妈也是胡同里赶住 实来实去 直言自个对节目上的 一味大义意见中行 别人家都嫌弃大义 负责乱公子笔 但自个就是完全奔着人去的 别说出茅草无水巧斗 大妈也愿意跟人家携手 并进同胆共苦 在不计也有自个的工资补贴家用 问起对大爷的印象 大妈是上上下下哪里都喜欢 完全一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不样 好久不见叔啊 哎呦 我看看都整啥了 红烧肉 鱼 鸡翅 四面炒鸡蛋 这个狮子 这凉菜 啊啊啊 蒜苗炒鸡蛋还没整呢 你做鸡肉 啊 啊 又凉了 叔每次都这么热情 整老多菜了 哎呀叔 小的花开了 开了 这四季开的 花也开了 叔一好事也来了 是吧 是 我这一日吧 没有伴儿 真寂寞 因为我这黑白就是电视 躺下电视 搜到电视上 电视 先看电视 眼睛都看着就不行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刘备编草鞋 手一高啊 童娘刚一进门 就被阵阵芳香吸引 凑近了一看桌子上摆满了各种佳肴 大爷还真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怪不得让大妈为之深深着迷 来了又给我带来一次希望 是啊 挺高兴 外边有人找我都不干都不找 那你咋不找呢 不行 咋的呢 不了解 我就相同你们这个接人这个接得好 大爷也是看完咱们节目相中你了 嗯 你天天看咱们节目也许你也看过他 嗯 叫刘景芳看没看过 没有 我能行 你能行 你咋还不自信了呢 人家那那那那么好的心情 我不一定能满足为你啊 对不对 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但是大爷却是无功吃营火虫 心里有数 红娘这个喜鹊都来敲门了 那指定是有幸福到自己身上了啊 红娘看大哥是一点都瞒不住 也是直接步入话题 直言有位大妈看节目相中自个的 红娘这话刚一说出口 虽然大爷嘴上说着不自信 但是了以百的动作 可一点也在不了内心的喜悦啊 这是我咋还不跟你接大人 可着急了是吧 这电话 稍微瞬间 我一拿着 那个啥辣去 怕我给你打电话接不着 对对对 买的那个腰带又快 啊 小宋一个腰带 一头酸着他 一头酸着我 这个玉米好啊 这是我想的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大妈好不容易从万千人海中相中大呀 这次相亲也是准备的万无一时 也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倒把握指账 直言自个乡心 要为人家准备个礼物 买个腰带 把大爷牢牢拴住 一半烟火以谋生 一半十亿以谋爱 那咱们就齐力看唱本 走着瞧吧 那个99 那个这个玉米好啊 对 长长久久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 这种掐的比这个好 两半不好看 这样的好看 对对 这里边还有一个好看 挺好 这块离书家还挺近的 是吗 以后可以来这边旅的 你不着急啊 几个了 三楼了 这是三楼 还得爬一下 行 行 行 不着急慢慢来走 为了找老爸 走不太 累挺不累 真挺累的 还有点紧张是吧 嗯 那不怎么回事啊 嗯 本来这个爬楼梯就心跳加快了 来到风口心跳更加快了 是吧 是 啊 缓一缓行 上开 啊 敲门啊 啊 叔 我们来了 哎呀 来来来 哎 我那我先进 你好 你好 把鞋换一下吧 不不不不不 不是那不得 我要做擦地 行啊 坐坐坐坐 哎 来来来来 哎 心不着忙和那个 叫什么心儿 真是老奶奶钻被窝 给爷整觉了啊 看得给大妈着急的啊 刚从商场里出来人头也不回蛋 就拉着红娘往大爷家里跑 整的咱也是乐得合不拢嘴了 这是生怕犯良了 还是怕到手的老公飞走了啊 拉着红娘一顿爬楼梯 心里头只顾着想一中人的身影了 到了门口才发现 眉头已经出戏汗了啊 见着大爷的面不是先接过饮料 而是着急握手介绍啊 来来来喝一个 这是 儿子孙女满满一些 你给你喝喝吧 书给你开的啊 书的心意 个头咋子我都行 那我先做 行 醉了醉了 我先给你做 我做我炒菜 炒菜 我们准备好了 给你做饭呢 你来得太晚了 多好吃 只要你做的就好吃 你拉倒了 你给我做的小米粥 我都愿意喝 我做大米饭 啥都行挺好的 那没事 我整啊 你整啊 那让一些让你炒菜啊 我炒 我得看看这个家 对咱们看看家 他忙啥的 行挺宽张的 挺好的 如果他这屋里都比这还糟 也没事 也没事 屋里不行我说是 屋子小屋子小 能住人就行呗 要那么大屋子干啥 暖气一说得花钱 你那物业费数花钱 你找的是老伴 你找人房子 咱们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杠帽子 保险的很啊 大爷一见面 就直呼相中印象不错 无论是身材相貌 还是个头上 那都是全都满足 对另一半的所有幻想 爸妈看到大爷还在厨房 一顿忙活 也是直言只要是 大爷亲自下厨做的 别说是稀饭大白米了 就算是白开水也是鲜甜 可口唇齿铜香 这突如其来的表白 整的咱挫不及防备 撒了一脸狗粮啊 本来想让饿几顿 去吃自助好好做一顿 这下好了完全没食欲了啊 他也喜欢养花 你看他这花多少 这个叫虎刺梅 他说这花怎么样 分解开的 这个是就是虎刺梅 对 瓜还少着呢 哎呀瓜还少着呢 你快去说一下 没事 这鼠也是 一边又想给你着急炒菜 一边又着急陪你烙壳是吧 咱们自己不陌生 咱们自己来看 行 爷爷 那你这个 咱俩偷偷说一句 你这个一见鼠 你觉得它跟电视上一不一样 不在一样 哪不一样 有点老 瞅着比电视上老了 而且吧 他个子好像比我高点 给电视里的吧 个子挺高的 啊 我那可年轻了 啊 那影响大不大呀 没事啊 没事啊 哎呀这这么大学 那我也不年轻啊 我年轻吗 他们说我年轻了 但是我说你没气看 小岁者还不少 嗯 你比我大四岁好像 你六十几 七十几 我六十几 七十一了 他长得不像 你长得年轻 我七十一了 我说你六七八岁 他长得不老 哎呀 叔叔你长得年轻 他长得不老 是不是啊 那你也挺年轻的 挺帅的 我也不算太老 但是差不多了 还行挺好挺好 你说你挺帅的 那你不夸过姨挺漂亮的 我年轻时候帅了 说了不说年轻 说了不说年轻 哎呀 我年轻时候比现在还年轻 你这个说姨长得年轻 是对她的夸奖啊 还是和谐还是真年轻 真年轻 其实姨哪样都年轻 辉煌十克谁都有 别拿姨克当永久 一说起身材和相貌大妈 却直呼不一样 红娘也是扁着挑水 心挂了两头 本以为人家是觉得失望没看上 合着是比电视里更晚宜啊 大妈先前村里的一枝花 大爷那可是村里的一枝草 任哪个黄花大闺女见了 都想往大爷身前流香凑一凑 都说相亲也圆战一半 这下看来是没得跑了 你做的不打地 你尝尝吧 你不让看这样就好吃 做的挺挺好 以后吧 如果做饭的话 她变得我做 我对做饭不在乎 你大爷这么样的事 做饭是不是还适合活呢 这样没效忠啊 今天这个 对我效忠 当时你妹妹吧 当时你妹妹一样 是老伴还是妹妹 老伴 这就对了 你别能啥呀 今天玩的 你说我是你小妹 我当妹妹 拿老伴当妹妹同爱是不是 对 你看看 我说也挺会老客人 我这是老了 您今天更会 那 一进你这屋来 一夜没装假没外的 对 挺大爷 真是司马懿扶诸哥 甘拜下风啊 大妈不仅对大爷的个头长相为之着迷 而且就尝了几口人家的饭菜 整个人都想往大爷身前凑了 也是城墙里捅不干 直来直去 直言自个相中大爷的人了 以后就想把大爷当哥哥 啥物质条件开都不开头提都不提 就是想无条件的跟大爷过日子 以后我牵你手你搂我腰 共同奔赴美好黄婚恋 哥哥我问你就是 你问你需要问啥 麻将不会是吧 不会 另外那个跳舞呢 跳舞会 什么舞 什么舞 教育舞啊 我学了两年 这有 几个月没跳了 不玩的 会跳教育舞呢 会跳 跳几年了 两年多 现在不跳了 现在不玩的 他说那麻将以前我就挺不大 但是跳舞的事吧 这我踩挺了 哎呀 那心里真的咯噔下了 当时我心里都就讲的 这是我最介意的 我就这么跟你直说 比如说姨说 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 对方跳教肌舞 那你能不能不跳 那我可以不跳啊 我没人呢 这都能做到 这是 这是平时我都没拿着当个事 那叔叔了 叔叔那我就不听 那行 肯定答应你了 那个行 就看他实际行动 嗯 爱好就是眼花 另外呢 愿意唱唱歌 唱歌你愿不愿意听呢 我愿意听 我给他给他 我不管 我不管 啥方人给他呀 钱 啊就开支啊 对给姨啊 我不管 我不管 就是那个 那是欢音哥 你就是一个计划 我非常感动 就是你如果说 你要把钱 工资卡全交给我 你看小妹怎么过日子 不是 你看我怎么过 就是 你一把品一品我 你给完以后 看我怎么安排 最后一把咱俩成了 你在家 你是领导 我就是后勤部长 啥领导 那你是当家掌柜的 我后勤 做饭啥不成问题 我会做饭 当然我相当高兴了 就证明人家那个 是信得着我了 这个是最难得的 真是土地妙丽田窟窿 不妙啊 一听说是大爷喜欢 没事跳跳舞 大妈的表情 马上就变了个模样 先前还一口一个哥哥妹妹叫的 现在却一点也不开心不起来了 食言自个就害怕这样似的 难不成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精神 这是害怕大爷另寻心欢啊 好在大爷一听也是表示同意 只要大妈不喜欢自己 就能马上戒掉 你还有一个事你忘了 你还带东西来 对对对 那个 我那啥我告诉你 那个欢迎哥 我给你买一条腰带 什么 腰带 腰带 你看看这个 对的 站起来站起来看看 坐着不一定 看看 看看那个就够不够啥 肠问题不大 可以脚下 看别短了 完了歇不下来了呢 这算了 给我熟一下 换住了 你知道姨 为啥买腰带吗 真的 腰是给你剃住了 对就是为了拴住你 明白 跟明白人办事就好 捆住了 这个举动你觉得怎样 挺好 挺好 我觉得是千年等一回 千年等一回 他是我心中想象的 一种人 就唱的歌 就是白色传的 我觉得他在等我 我在等他 一这么说 你就是太激动了 哎呀别激动 哎呀多好啊 哈哈哈哈 多好啊 是不是 挺好的 谢谢啊 挺好 你要忘什么 忘红 这个 这这俩字可一个都没 忘了忘了 忘了 忘了没事 这个没事 他一开始这一进屋 光看你长啥呀 对 光看你长得好了 忘了 你说再说一遍记住了 要不然以后可真的 也不乐意了 叫刘景芳 刘景芳 我姓刘景色的景 就是芳草的芳 刘芳百世的芳 刘景芳 你得记住啊 下次说 你记不住我姓啥 记住了 哎呀刘景芳 刘景芳记住了 那我就不吃饭了 我饿着 那要饿着你咋好心呢 饿着我胃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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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的时候 我就 也会碰到这肺子 不叫抱就行 不动手 跟外人呢 肯定有事 她黏着我 她黏着我 骂我 还不揍呢 真是刘姥姥进大官员 大开眼界啊 咱大姐还真是神一般的女子 烟酒全瞻麻将也碰 君子动口不动手 咱大姐是宁可动手不动嘴啊 心想还好吧 挺满意的 见到的第一印象挺稳重的 我性格是大大咧咧的 有什么时候又说什么 偶尔爱耍他小脾气 偶尔耍他小脾气可以理解 但不是那种不讲理的类型 脾气大吗 脾气 看心情嘛 看事儿的程度 就像昨天我停车 停车去门口 我就去 拿个东西 她喝酒 下来就骂我 撵着我妈 撵着我车妈 那你说我再 我脾气再好 我再下车 我给你理论去吧 我说为啥妈 我向你道歉 她说谁让你不要进来的 我不说 我说马上去 开走嘛 然后就吵起来 我对她好气 男的吗 男的 然后还有一个拉杖 我说你还要打我呀 你就觉得你站里的时候 肯定不会让别人欺欲打我 对 我宁愿受伤 我都不得让别人欺欲 那俩人吵架的时候 你会啥样子 吵架的时候 我就 也会碰到什么飞的 我讲话就是 不懂事 刚刚有人呢 肯定有人说 他撵着我 他撵着我 骂我还不揍我 天风一声巨响 咱大姐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地 水平高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咱大姐只要在外面受半点委屈 那绝对不会藏心理生分器 就是谁都不扶拎起拳头就干 还真是咱标准大东北女性啊 以后大婆在家说话 可得多颠凉颠凉了 想找那种感情心理的还是那种大的连接外向的 嗯 内外 内外 你啥吧 内外结合吧 有柔有刚呗 我还是比较喜欢能压制我的 但是都互补嘛 你能管住我的 但是前提你要细心 做每件事你要细心点 真是从湖南到河南 南上加南啊 咱大姐这次上节目相亲 就是想找个刚柔病气的男友 自己这见火就烧一碰就炸的脾气 能按男友的运筹我下收敛些 不过就看人家这股彪悍的劲 咱们看大哥估计的反背起头上啊 你就是穿这个鞋不动脚脖子吗 动脚脖子我就不穿出来了 这么冷天 但是我感觉 我出门就开车 你想上哪下车 停个车就下车了 但是大冬天也不该动脚脖子 是不是 所以我感觉这都是二十一二的孩子 我现在我觉得我十八呀 那是心里想的一个问题 但是不得面对现实吗 那你觉得我老了呗 也不能说觉得你老嘛 但是一个成熟的外表表现吧 这是一个人的爱好 我虽然说三十一岁 但是我喜欢穿这种休闲风格 我也有时装呢 但是我不喜欢 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说关心你呀 如果说这么冷天 把你冻坏了 是不是 等到老了 之后封湿了 做对的不是你自己 我觉得你怎么跟我爸妈是呢 我爸妈就这么说我 如果就是 有缘分可以的话 就是以后照顾的人不是我 说这句话倒挺暖心的 其实我也是个暖男 看出来了 真是司马懿不住哥 甘拜下风啊 咱大姐硬的不吃那就来软的 以手为攻对症下药 冰来酱挡水来涂眼 整得咱大姐这个饼玩罐 人也不是暴也不是 果然暖男对付这种暴脾气才是正经 不过一马归一马 从两人一见面的聊天烙喝中 咱也能看出来大姐性格特立独行 虽然年龄过三了 但脾气性格还是小女人啊 你觉得就是一个女生 从谈恋爱到结婚 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 三年 这么长 嗯 为什么是三年 因为都互相彼此 都互相 必须得互相了解 然后才能走向婚姻殿堂 要不然 互相不了解 你说婚后 再磨了解 反正有点 今天离婚 明天离婚就不好 我觉得在一年半左右就应该可以了 因为本身年纪都这么大了 其实两个人合不合适 其实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就应该可以了 为什么说我选择在一年半左右呢 因为就是想更了解一点 但是时间没有说达到 说这三年怎么怎么样 这是我一个个人认为 我觉得几个月 我都能伪装 因为没有发挥 三年能 能发挥我的 就是那种 那啥 直接 不伪装那种心情 你几个月 我一年我都能伪装 我都能伪装 让你特别 就是伪装得特别完美 但三年不好伪装 年龄都这么大了 我自身二十九了 再出三年 我都三十好几了 我不着急 我爸我妈也都着急 顺其自然吧就是 不能说你着急 见着一个刚好最心情的就解了吧 我觉得 一定要嫁给爱情 咱大姐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这次勇敢一次上台相亲 咱大哥也是真心是一找老婆的 毕竟都三十多的年龄啊 隔壁老王家的儿子 在幼儿园都有小妹的心疼 但是大哥却连你孩子手都没牵过啊 也是想尽快成家立业安定下来 不过大姐却直呼不同意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指定是先前遇到挂羊头卖狗肉 虚情假意的臭男人了啊 还有有点爱情 不是爱喝 一种得 没事跟女朋友聚两次 喝点小多一口 一次喝多少啊 一次喝个四五瓶三四瓶 在这方面上多少会有点建议吧 因为本身我的工作 包括我每次出去喝酒 都是一样的想法 但是聚会可以 但是不一定说什么都用酒来代替 但是有些有有些闺蜜了 见见一面见着了 都让她长得喝点 然后我也 我也不能推测 本来我性情了 喝吧 粥吧 本来我就是个性情的人 也可挺多样 一粥好几次我觉得还行了 我女朋友有了一粥天天聚的 不过点呗 九十点钟都回家了也不当上 九点多 十点多 真是土地妙里甜窟窿 不妙啊 咱就说大姐的脾气这么大 咋可能不爱喝点小酒 一个星期没事就得出去整几瓶 大哥一听也是不累了 咱也是无功吃营火虫 心里有数 毕竟老婆带着一身酒气醉醺醺醺醺醺 哪个大男人心里头能输他 不是说喝酒不好 应该 但是比较建议吧 因为我本来我自己也喜欢 就那种 嗯 就是另一半没事 那个 也小酌一口我俩 到家来做的小菜 嗯 他他累了我做 我累了他做 然后不愿意做 买点雅货 回家喝点 这也都可以 因为本身我也会喝 本身我也 你会喝酒 不得意喝酒的 那谁陪你喝呀 那你多没意思啊 但是还是说不喜欢 不想让自己身边的另一半 成天出去喝 但你的想法是没毛病的 但是我也哭不着我的小情绪 首先就是每周喝酒 这个我就挺不理解 因为 不管说男生也好 还是女生也好 应该私下里有一些 自己的朋友 有一些自己的社交 但是我感觉就是天天 都是像你说的 是醉生莫死 啊怎么怎么样 这一点我挺不理解的 但是我就是一个爱喝的人 醉生问死 谈不到 但是我就是爱喝 因为交圈就在这 但是你还希望找一个能控制 对 我觉得我长得不太明白 因为我也喜欢喝酒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断了线的风筝 没指望了啊 大姐没事就小去撒欢 也是胡动里赶出 直来直去 直言大姐三分之一的人生 都在纸醉系米醉生梦死了 这要是在家里陪着老公还好 一来能培养感情 二来还能解乏 不过要是人家真的走到一起了 那不就是来酒猛子了啊 酒猛子 容易给你喝红了 对 就觉得一家俩人都是酒猛的 可能这日子没法过 对对对 我容易给他喝到我这个站队来 我容易给你喝成哥们 对 那俩就可能是最后可能会成为哥们那种 对 行下次有唱歌的话可以敲上我一个 行好的哥们 我觉得这些妈真的太老约了 现在都傻社会了 没事 不需要出去喝点 走性情了就拍子 走回去喝点 我感觉女人应该有个女人的样子 温柔一点的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国业 最后也是乡亲失败遗憾退场 大姐大哥的性格确实能够互补 但是就从喝酒这点来说 两人还是做饭搭子酒肉朋友更好啊 这下喝好了 媳妇没找到 兄弟确实又多了一个 真是穿着皮袄打赤脚 凉了半截啊 大哥一见面就直呼印象不错 是咱大东北纯正的女娃 连话都没说上一句呢 就一眼看出大姐的豪漫爽朗尽 人家是湘远一轻停停静止 大姐是隔着老远就能闻到火药味啊 人家刚看到大哥的第一 就完全提不起了兴趣 说话也是不冷不热不温不火 现在是自由职业 之前一直在工作 最近 起水痘 然后那个 就先 先 先放下来这个工作 然后准备过一年以后呢 再 再找工作 起水痘 你现在就像 歇息孩子呗 洗水痘休息一段呗 对对对 然后再上班 对挺年轻 然后感觉我还那个 都是小孩起的 然后我现在起了 然后感觉我还挺年轻 那你这么随意吗 工作说辞就辞 年后说找就找 会不会不稳定呢 我本身我就是一个挺随意的人 就是我 随我心情来 你警察炒老板呗 老大不算太经常 但是就是 有事了 真是有事了 没办法 那你对自己的人 是有啥规划吗 规划上 现在倒是有啥规划 就是如果说结婚了的话 肯定要稳定一点 说开个店啊 或者说是 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行业去做 那为什么要非得等结婚呢 现在就不能有个目标呢 或者一个标准 我觉得就是 还想玩 你玩够不愈 大家都有点那个意思 还想玩 所以我觉得我俩有带狗 会定性是吗 对 真是土地妙丽田窟窿 不妙啊 大姐是豪迈非凡大的利利 大哥也是笔上不足笔下有余啊 一说起自个的工作经历 别人都是三天老头被老伴炒鱿鱼 咱大哥动不动就把老板当鱿鱼炒啊 只要心里头不舒服 那换工作就是跟切割似的 一说起对未来的规划和打算 人家直接来的剧还没玩弄 潇洒归潇洒 但就怕被大姐当成是社会小流氓啊 自己的人生根本没有目标 马上不撒冷 你连个自己的人生目标规划都没有 有哪些 我有的时候挺满足的 比如说挣到钱了之后 我会有一段时间我会想 我就放放放放松一下我家里 不是那么太想要攒一些积蓄 大姐也是打心里的觉得大和没未来 马上都三十出头的年龄了 还是不入正夜没个正行 那未来就跟宿舍停电式的黑洞瞎火 别说看不到边界了 这是压根啥都看不到啊 不喜欢男生戴耳钉 穿雕 你也没教我落脚本啊 那我过着落脚本的年纪了 但是就是穿雕 我还不喜欢男生有纹的 这个 就是就就穿雕这个事吧 就东北上太冷了 很正常穿个雕出来 就是我也不是说长存 我家里也有说羽绒羽绒 他只是一个衣服 他不代表什么 就像过去的时候说 穿个雕 夹个包 社会流氓 但现在的社会已经变了 因为有很多出动的时候 他都已经加条件好的 都直接给他买一个雕 这个不能体现啥 这个耳钉这个东西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装饰品 就相当于你们女的 扬个头烫着头发 它是一种装饰品 但是就是我就是不喜欢男生戴耳钉 那我也分场合 我要是跟一些岁数大的人 我也会把这耳钉搽去 我穿得也正式一点 那今天来详勤 咱就把耳钉搽上了呢 今天不行 我显得轻点嘛 我现在就万一喜欢嫩点 臭美吗 没有没有 一看没臭美到中地儿 可以 对无极必反了 咱也是使劲任师傅 甘拜下风啊 大姐这脾气咱还真是没话说 那是一点都不藏的掖着 心里头有半点不舒服了 都得喊出来 直言大哥穿着打扮 跟不路流的小混合似的 又是穿雕又是打耳洞的 本意是想打扮的年轻精神点 没想到大姐压根就不吃这一套啊 戴耳钉 我觉得不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好 男人就应该阳刚一点 爷们儿点 我觉得还是找个年龄 比较相符的吧 或者是比自己大个十岁的都行 因为比较会疼人嘛 那我找个比自己小的 小三岁还得哄着他呢 那不呀 小年轻人不也会哄人 小年轻人都会疼 不比四十大疼也好 四十大不懂浪漫 小年轻人会浪漫 你咋的浪漫话 比如说细节上 就是说三十岁 三十岁说儿立之年 三十岁以上的时候 他会一门心的去奔事业 奔老婆孩子 在三十岁以下的时候 他偶尔会有一些时间 去想到什么呢 比如说就是一个圣诞节 他不一定会往你脑袋上 到一个圣诞树回家说 媳妇圣诞节快乐 但是我们这岁上呢 因为我们这岁上 有一些脸面可以抛下 但是三十岁以上的人 他就他有事业的时候 他有一些事他是抛不下的 他的这个朋友圈 已经成熟了 但是在我这个朋友圈 还不算成熟了 所以有事我可以去做 但他们必定的去做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那你觉得呢 他说这种小惊喜 是你比你说的那种细心吗 不是 他的小惊喜也不是我想要的 一听到大姐说岁数小 不会腾圆 大哥马上就坐不住了啊 直言岁数大的人想东西是全面 但是人家也是最好要面子的时候 别说下季求婚哄悠了 就连在外面介绍 估计都得故意压低一下身价 但是咱小年轻为了哄悠欢心 就是排山倒海坐火车一天一夜 那也得见上人家一面 无论结果是好是坏 就是壮阔头皮了勇敢注意啊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那个 你的 你的那个朋友圈 男的多还是女的 异性也有 同性 挺多 那就是异性稍微少一点 对 就是网上头几年时候流行一句话 就是千万别让你女朋友拦眼 因为拦着拦着就绿了 就是这句话我感觉挺好 还挺真实 就是说如果咱俩在一起了 最后慢慢到结婚了 哪怕说就是结婚婚都已经有孩子了 你还会选择跟你这些异性朋友 再继续保持人家的关系 但是看我男闺蜜 就是 有没有那种特殊的情况下 有特殊的情况下 肯定我要去 结束 那你说 那你说咱俩都成家立业了 咱说这个男闺蜜啥 就是还 不能有个老公忘了我的 闺蜜 那那那不一样 那你得行行 那你说咱俩结婚了都过日子 你是跟男闺蜜过 还是你跟我过 你是过老话好 我要跟你过 那我男闺蜜我也不能不能 不能那什么呀 不能不能舍了我 真是厕所里蹭干跳 过分啊 凭啥就允许女生有男闺蜜 就不允许咱男人有女闺蜜啊 尊重和信任都是相互的 但要是一味的偏执己见 那就是不正常的观点了啊 那你说那我也不能说 那你就咱俩结婚了 我天天我跟我一堆女闺蜜去 去去去 才接触我 你能试着了吗 那你不能拿这个 这种相比啊 那不是一个概念吧 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转换这个思想啊 我转换不过来 但是我就 我还想要老公 我还想要男闺蜜 那不定算是咱们一起过了 你要接受不了 那我就这样 接受不了一半 那任何一个大家好 都接受不了就是说 那我就找一个能 我能接 能接受 因为不是绝对的 因为他越那么说 越想可能差缓掉 那也不是理想中的对象 肯定我不想顺着他说了 所以你觉得你们就是 今天不能再接受了是吧 占三亩地 那能给多少钱呢 一厂地十七万嘛 三亩地不是五十一万吗 这不是这房子占了 你还能买楼啊 买楼啊 那行 真是海底栽花 根子深啊 咱大哥腰包的实力 真是深不可测 看看给大姐激动了的啊 腰不疼了 腿不酸了 一听说大哥 大爷买到更了 咱家这包米 没卖呢 今年 今年包米少啊 每年打六万两斤呢 都是我的 那今年打多些啊 今能打 正好能打三万斤 现在减产一半 冷了 今年不下大雨吗 哎呀 今年减产一半呢 要不然的话 你说六万斤包米 你想往常似的 六万斤能卖多少钱 卖七万多 我还卖菜呢 我这车 还卖 这车是卖菜的啊 连刀子车 连刀子菜 上菜 我刀子菜 能兑付两万 一年还能兑付两万 你把这七万加两万 这也九万块钱呢 你说是不是啊 九万有时倒十万呢 有时还倒十万呢 包米看多少卖了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河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高水平呢 咱大河一辈子全在跟土地打交道 光是靠中包米的钱 往多了说都有七八万的 就是在不计也有个五六万 再加上人家开三轮卖菜的钱 一年到头 十万打底都算少啊 这腰包里的实力 还真是不容小缺 我的衣裳 从这儿我爹的 真吧 你真敢说 这都是衣裳 这都衣裳 这都衣裳 这里头还有帽子 你看我这帽子都 一千来块啊 谁给买的呀 这都格买的 不用他买的 他们不想贵 这帽不好 这帽好 这我还有呢 一千多块钱帽子还不好 这个是新年代旧的这一千 这一千多 胡说叔 你花一千多买个帽子 你说这他能动耳头吗 这属于豪勇啊 豪壳子 一千多呀 你行不行呢 你得卖多少菜 卖几天菜能卖出来呀 那就不行那事 有钱不行 那花呀 不在乎那事 不差钱 像头一个母孩他妈 就戴一张帽子 真是红松出身 到哪都是豆粮啊 别看大哥卖的都是几块几毛钱的生意 但是一花起钱来 那可是比谁都会玩 衣柜里的衣服是琳琅满目 就连人家随随便便买的帽子 那都是直上思维术啊 红娘也是打心底的不理解 没想到咱大哥是腰包什么愁慌 真是赵公元帅发怒 台大气粗啊 我说找老伴有啥行情去 他说我有钱呢 我有钱呢 吃的不缺 你说吃啥咱就买啥 随便 你要是上级上你去 你乡乡买啥 老太谁到我家随乡 说些电话 我为啥信到你们了呢 就能存保密的 还你一个门 也要仨没三千块钱 完了他到处走了 还不管 哦 没事 没事 没事说 我们是啥呢 全程第一吧 我们也免得也不要钱 再一个啥呢 比如说以后跟老伴到过一起了 要比如说 稍微有个半个嘴啊 或者闹个别扭啥啥的 你都随时跟我们打电话 我们都负责到底 天天虽隐几两能解 时间惆怅 有钱能使鬼推磨 饭馆抱钱给够 漂亮媳妇就能往家凑 虽然这话听了是现实了点 但是话操理不操啊 咱大哥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没少被女人骗财骗色 这次之所以勇敢一次上台相亲 就是对咱节目组无条件的信任啊 那时候我们出去现场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 人家都说心脏病不能结婚 那会儿呢 说实话就是父母呢 对象中了的话 他就跟你说 说行啊 咱们这儿吧 说是 这不说就中了 中了的话 他这病呢一直没出散 就是到了四十一那一年呢 那没了 没办法 孩子哭着 那啥抱着我 我就大腿说 妈呀 说我爸走了就走了呗 说是 那姑娘就说 说是 咱们说是娘三好好过吧 你也别想别的 那啥招了 孩子那么一说 我心思了是啊 我就是一直呢 当着爹当着妈呢 把他一直拿他到 我就心思了 哎呀 对着吃 他死去的罢了 听着我们的 方式 一年年呢 可是一月一月的过来了 咱大姐也是厨房里的案板 尝过爱情的甜 吃过爱情的苦 触对象的时候 知道人家是心脏病 心里头是一点没带嫌弃的 只要父母点头答应 那就能够不离不弃 至死不渝 没想到等一大家子和和美美的时候 偏偏又出事了啊 为了能够给儿女良好的生活环境 咱大姐是又当别又当妈 没对不起丈夫 没对不起儿子 唯独对不起自个啊 好不容易铁树开花再逢一春 就看能否抱个美人归了 那就是书家那大院 书呢 书呢 姐姐 把小雕穿上了 这小帽都给你戴上了 我头一个 看头一个老半的孩子 他妈就戴这个帽子 到那儿就妥了 到那儿就妥了 然后今天就是特意又戴这帽子 还把雕穿上了 这意思有个好寓意吧 那这么的 这天多好 这天你看 行了 雕行了 行了 再拉着不放了 这家里拉着就不放了 挺好 挺好啊 好 满意 满意 他丑 就感觉一见面 就丑着就不乐呵呀 哎呀 反正是啥呢 我就是丑着 这屋子就是别的 那啥我都没做 我都没做过这张的房 我那啥能不能画 最后咱们的楼房一样 铺子四孙 那啥我没都是四盒味呢 我那大房子 把这一块那屋里 这么那一 咱先别考虑房子 嗯 先说说熟的鱼呢 鱼咋样呢 鱼咋样呢 鱼呢我瞅着可以 鱼瞅着还可以 鱼瞅着还可以 可白 插着老鱼呢 那啥 那皮不那么黑 还挺白的 看了 还挺白的 这屋总还总卖菜 总这个总那个的呢 嗯 还挺白的 嗯 我看这人那啥 说实话 他呢就是 呃 龟是个是挺仔细的 挺好的 人儿是不是觉得还行 嗯啊 行 不过这么差的家 山中水富一无路 柳昂花名又一村 好在大哥的长相 救了自个一命 都说乡亲眼圆战一半 咱大姐对房子 是一言难尽 但是对大哥的长相 却是打心底的喜欢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就看大姐如何取舍了啊 就这祸家 咱也别夸 这都咱摆了呢 咱们咋不刮过大白呢 咱不只刮过大白咋子呢 这还不想刮 就你们咋过了 那不是他们疫情的吗 是吗 就那边地是我的 这边地是我的 我能站是我的地 不是儿女的 我能站三亩地 那能给多少钱呢 你想地十七万呢 三亩地不是五十一万吗 啊 对 应该行 应该行的也是 是 对 你留点钱 等到说地站了之后 你们到长春市里头 你买个楼 把钱放到那个楼上装修 不挺好的吗 对对对 你说你这块装得再好 明年咔一把 钱都白瞎了 那反正是 他就反正是 他就给我寄房住 我要呢 我住那小房 是我儿子的 也不是我的 哈哈 咱大哥还真是泥羞尊弄 身堂不漏啊 先前介绍起 自己的条件是闭口不提 没想到一等大姐 嫌弃自己的房子了 这会直接爆出自己的 是拆迁户了 就这五十一万的拆迁管一段相 咱们看大姐 必定不会有所担心啊 红娘也是抓紧机会赶紧出手 以后俩人要是在一起过日子了 想去成为住大别处 那不还是学一句话的事啊 我跟你说啊 你别看俗这个屋子 你可能感觉是道路挺的啥的 但是俗绝对是例证人 你知道吧 你把衣柜打开你看看 比咱女的都是反正 你看看啊 就是衣服啊 你看 棉衣服都叠得版本正正的 你是裤子呢 是衣服啥的 你就啥时候 穿完就穿完之后 人全都是叠得版本正正的 你今天多大寸儿 我能知道 哼哼 我说说虎的 六十一 啊 俗虎六十一 对 他不是七十三那个虎 他是六十一的那个虎 对 差一轮 差一轮 四十小吧 咱们吧 我也好怕 人家想让四十大 都这个年龄了 我又不用说是什么 哎呀 狗啊 他只要是拿着我当老伴就行 那是年龄吧 大小呢 说实话 哎呀 不重要了 我就心想找个大的 他疼我 哎呀我 咱看这么亲世 也是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的很啊 大哥不仅腰包实力深不可测 而且过日子也是上了厅堂下的厨房 一听说大哥比四个大了整整一轮 大姐也是直言不介意 头发白不白不要紧 随时大不大无所谓 只要人家疼咱 爱咱给咱一个家 那就能够你若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相依 速度大吧 有疼有热呀 那是定下来的 我啥都不用他干 他只要给我做口饭吃 我就心满意烛的 我说达到你满意 你说换玻璃 咱就换玻璃 你说这个棚不行 咱们它从没 这个都是孩子的贵 你说这个贵不要 再买 再买那个一茶贵 我就买一茶千 一千两千的那送了啥呀 或者熟悉吧 乐熟悉那没事啊 那好熟悉啊 咱们就是买那个 就是那个木匠 袜匠能给咱们 定上那什么 完了 像这屋你先看看 我就知道了 就像这屋 高上那什么 蓬布 这一末 这屋相当就不冷了 我还带高上啥 带高上 带贴上那什么包囊 这屋就不冷了 那也行 也行啊 咋不行啊 不用十几准 今天还得白削了 那吧 还到冬天还光 那不光 鞋到那边拖下来 行啊姨 那也行 那叔那这会儿 不心疼钱了 那明年一战 这钱不白搭了吗 白搭了 钱不是认证 有钱也不像没钱困哪 是不是这房子占了 你还能买楼啊 买楼啊 那行 真是司马懿扶住哥 甘拜下风啊 咱大哥还真是铁了心的 非大姐不许 当着红娘的面拍着胸脯保证 以后衣食住行 一人足拦 绝对不让人家干一点 我受一点累 而且一听说 心中所爱 嫌弃环境脏乱差 咱大哥也顾不顾的乱夺花钱了 嫌强不好看 咱就刮大白 嫌贵子小 咱就买大的 想住新房子 咱就换 只要咱大姐心里头好受 就算怎么离人家都绝无二卦 有钱就能为所欲为 还真是毫无人性 你喝不喝酒啊 谁啊 你啊 我喝点啤酒 抽不抽烟呢 不抽 那不抽烟还行 啤酒我还不分油盐 闻油我还不喝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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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不喝酒啊 不喝酒不抽烟 啥 啥也不好就好吃个肉 啥 啥也不好就好吃肉 啥也不好 啥也不好就好吃肉 哎呀那有啊 还有手用呢 那我就 我就爱吃油 啥也爱吃肉 啥肉 啥肉 牛肉 豬肉啊 我不会包饺子 哎呦豬肉牛肉都能吃 人家那熟肉怎么拿去的 还有熟肉呢 啥肉都有啊 这都 行知道了 知道咱家这个啥肉都有 穿戴吃的那啥你已经背心了 我就好吃 啊 你也好吃啊 好吃 不吃啥呀 那我也好吃 要吃肉 我儿子 我大儿子回来 那我回来买那些 我儿子都笑起 嗯 吃喝 到时候你不信 我姑娘子来 到时候看你多高个 穿啥音 都给你买回来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像现在 咱大哥 钱多的大饼花了一堆海鲜骨肉 这回又说起 只要巴海大叫 嫁进家门 无论啥漂亮衣服 漂亮首饰 人家都能够全部提供 大哥 那其中要的说 那啥呢 我一个儿子还没折回呢 那不是 那我帮着 那啥呢 这帮不帮 那啥话 那就得有你了 因为啥呀 有你我能不帮着吗 咱们不说了大哥 十几十几个东方 这是全国移民都知道的事 你那啥 你说实话 你不给话做主的话 那啥呢 你那老脸不能搁呀 对呀 没说呢 说话得算数 人家说话不算数就行吗 但是说虎的 别说虎的 我还说的是啥呢 咋子两股象征呗 对呀 你有一赏是吗 对呀 我到时候我当猫 到时候我当猫 你 我保证你 到我这乡虎不用遭罪 我能贪黑 能祈祷我能抓钱 我哪方面 我都得对起你了 为什么 你岁月小 我得疼你 我得爱你 老了让你快乐生活 不能让你窝边边的一天 从门不在的 就你无聊我都动你了 真是唱戏的唐眼赖 可歌可泣啊 咱大哥为了能把这个媳妇娶回家 真是一退再退你也再忍啊 前头聊了这么多了这么久 大姐是终于说出藏在心里的话 直言自个还有个未成婚的儿子 以后结婚娶媳妇买车买房 哪一个不得哥十几万打底 可没想到大哥想都不想就直接答应 真是寒相似吹笛 不同凡响啊 听着呢 满意了 他就说那啥呢 他就拿着我那啥 到到新好人就行 这要是失心失意的就行了 那不备我 那你放心 假的 我办事不失失意你就走 我给你多钱你就走 我对你不好你就走 咱们说话吧 这是嘴 不能说是这因不好 不好就别说瘾 这点我还可以跟你有的闹似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那什么 你看看上这屋 咱们闹了 单挪了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啊 两人一见面你不搭力我 我不理你 大哥竟然直接就坐不住了 直言没话说 要找红娘单闹 咱们看八成是对大姐有意见啊 这屋子多大的呀 45 熟着挺干净啊 干净啥干净 我就三天五天上了一趟 三天五天上了一趟 熟了熟了 真的 插着 三天五天上了一趟 上楼 我带我妈的往那上楼 熟了熟了 真的晚了 你平时不在这住啊 我不在住 我老妈不孙儿大了吗 八二十四呢 我带那个儿子就是 连照照 有时候给她整点饭 那你就是过来 领我们过来看一眼 对对对 是不是因为要介绍老八人事 先带我们过来看了 那你平时不在这儿 这屋手是挺干净啊 我就几天上了一趟 是多亮呢 这个我还可不像 就是没人住的一样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哥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地 高水平啊 咱大哥名下有两套大房子 为了照顾老妈才两头颠倒 虽说家里面四五天才收拾一次 但就看床单地板蹭了反光的程度 人家也是个会过日子的主啊 你去沙发上睡多少时间了 两年多了 哎呀 那能得劲吗 行 习惯了 为了照顾老妈 咋的 大哥我问你 你看离这这么近啊 你晚上完全可以 就是回自己家自己 行 可以 那为啥选择在这儿呢 我怕万一你们看他养青点 有时候老太上不来气啥 所以就是担心他晚上这边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对 你可是沙发也得在母亲旁边 嗯 我在他旁边 他在床上 我大儿子把你做饭的 阿弟也收拾给我走他 大儿孝顺是不是 嗯 我大儿孝顺 咱家几个孩子呀 咱们四边六个 六个孩子 我是排行老四 你家六个孩子 那倒是每天把你们带大也挺不容易 那晚上一小钱老遭罪了 一点腹没想到 现在还行了 现在腹 所以你也是想就是 晚年了再回报一下他 嗯 老年年 然后咱小咱得养他老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你供我上半生吃饱穿暖 我保你下辈子一只无忧 为了伺候老妈的生活起居 咱大哥两年来是一直睡在沙发上 晚上也有个风吹草动 那就跟雷达警报似的 马上就起身 不过整晚都睡在沙发上 要不是看着眼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咱还以为大哥是跟老婆闹离婚啊 四年前手术 当时出院的时候说 要什么疫情剧什么那些药 我就是按他出院的时候 那种恢复的状态 就该吃吃 该补补 该用的都用 他因为说大了嘛 气力不足嘛 我就给他买一些那个中药 什么生卖饮呢 或者是丹龟 黄芯啊 煮一些中药给他调理喝 然后再加上 你看这是我头一天 又刚给他买的那个生卖饮 十一到二十二 我花了一千二给他买的 你给他买的 真的 你孝顺的孩子 家里照顾老人 他老有病 尤其这四年 就是今天这事拽了 明天后天没劲了的 后天拉斜了的 我就总是再给他调整 有点久病成疑的意思了是 对啊 就是针对他的症状 然后网上见过那些 我自己琢磨怎么能让他好一点 他们这个头发 到现在从元旦之后 就不到一个月时间 我明天头发在变黑 真是端午节吃粽子 皆大欢喜啊 大哥是整天为了伺候母亲 整日操劳 大姐为了照顾老娘 也是昼夜颠倒 要说照顾老人孝顺父母 这一点上 两人还真是旗鼓相当 势均力敌 不过就看看咱大姐这花白的头啊 就知道人家没少费心啊 大哥好歹还能睡在沙发上 但大姐是连眼睛都合不着啊 之所以早早就轻刺变白放 就是因为昼夜颠倒操劳孤独 不过一码归一码 就看人家两人都是大孝子这一点 相亲只定能互相欣赏啊 你好 大姐你给大哥吧 好吧 你小五个 我说你跟老妈在一起做照的 然后我没带什么 就是临时的老人来 谢谢 来一箱大宝粥 来 来 那家孩子好像脚大了 给他拿来大 这瓶太小了 他有大点的吗 他们脚大 他来你家了 咱上大鞋子 我这孩子到哪儿都不外 到你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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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没外的 你好 你好 老人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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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认识你 我也认识你 你怎么认识我呢 不可能 你说我也认识你 你在哪里 您归姓 我说您归姓 我记错语了 是不是记错语了 我觉得哥说得对 好 记错语了 因为老太太我从来没见过 坐那坐那 看面熟 看面熟啊 有面缘呗 真是过年去媳妇 好上家好啊 大哥大姐一见面还没多大的反应 反倒是老眼昏花的母亲先坐不住了 直言看到大姐就觉得面熟 咱也是帐二和尚 握不着头脑 两人年纪整整相差了几轮之多 一无生活交集二来无社交圈子 咋可能会有望年交啊 难不成看咱大姐的长相 像是未来的儿媳妇啊 现在自己也跟你一样 我是陪妈一起住 找我老妈 你老妈头发也挺黑还行挺好 还行 头发始终没那么太白 啥白反正 没什么毛病呗 就是气管有点不好 老年病 对 其他没啥 平常没啥是 八十几了 八十四了 她那个就是总咳嗽 老年病 她就吃点咳嗽药什么 买那个金菊 小金菊 拿糖水煮给她喝 这一个是喝 一个是去火 要不然你要是那个焖的话 吃完那个之后也有效果 又学一招吧 又学一招 你没事的时候这个胸口 两个乳头之间胸口 那有一个那个缠冻穴 它就是那个调气的 我现在咋也不会去玩 基本上这个位置 胸口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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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 这刚刚事了 按多少时间呢 那你要是有那个体力的话 有的耐心 揉时间越长越好 我不知道 我按的位置对不对 我按的位置对不对 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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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她喝点生麦饮 她也喝 放肠 生麦饮 生麦饮什么玩意 那我真不懂 她给你按的两下子 感觉咋样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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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呀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得很啊 咱大哥相亲之前 可是信誓旦旦表示 只要人家不嫌弃自己的条件 对自己的老母亲足够孝敬 就能够跟人家夫妻手牵手 余生一起走 这一见面不仅都是大孝子 就瞅着大姐总结的经验和手法 两人熟强熟弱一看便知啊 这要是以后再一起搭班过日子了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更别说照顾两人的老母亲了啊 半天老人的事是人 那相亲在这吗 大姐不能不能不能 大哥 你们自己一人 一说到伺候老人 大姐就兴奋 我不知道怎么说 那什么 你看看上那屋 咱们老了 单独啊 你去吧 我单独跟你说一下吧 你去吧 听着我 你丑也没眼缘 也没有 女人的气质 你丑 感情 你看她就是 现在你觉得她丑着面容有点憔悴 然后头发有点白 是不是那个意思 从18年开始了 就算是正儿八经的 就是天天跟她母亲在一起 而且每天晚上几乎是 几乎是没有什么睡眠的 然后再一操心 那你说人憔悴难免 为啥我那个 就是觉得 我想让你俩介绍认识一下 我就想说是 因为你们俩都照顾老人 你们俩都是孝顺孩子 你知道不 就是现在有很多 就是咱也不是说 把这话说的难听点 就现在有很多大姐 一听说 我们跟老人在一块儿 或者咋了地儿 人家直接就不愿意 人家愿意找那种没有负担的 就是轻手轻脚的 啥都不带的才好呢 你知道不 你就像大姐这样呢 就是说是虽然有老人 就是俩都有老人 但人大姐一点都不介意 没眼眼 一点眼 真是土地妙里甜咕嚕 不妙啊 俩人从见面到现在聊来聊去 话题是一直都围绕着老母亲 知道的明白这是来相亲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是来卖保健品 可算是要聊到正题上了 大哥却又要单独发言了 真是土地妙里甜咕嚕 不妙啊 大哥直言对大姐没演员看不上 红娘也是扁的挑水心挂两头 之所以找咱这位大姐 就是人家不嫌弃才有负担啊 一点眼神不 但是大哥那你说以后 因为如果说是 真是你找着未来找着一个伴的 是不是像大姐这种能够 善待老人的 帮你分担分担 就是老人这边的事啊 说是能善待老妈啊 这样的人是不是更稳当点 就是以后再碰着有演员的吧 也不需要说到底要按摩干啥的 不需要 就是说这人这玩意 不就都有孝心吧 但我老妈吧 这都不用愁 就是再给我介绍 你也不用愁 你记住 你不用愁 一会儿老人吧 毕竟带我跟前 你放心我到时脱离开 我也能脱离开 我不觉得老人是负担 从来都没觉得 照顾一个老人是负担 所以说是 我想给你介绍 把它介绍给你 就是我觉得能够多一个人 多就是两个 一个人是一个爱 一份爱惜 两个人是两份爱惜 就能够更好的善待他们 善待这些老人 并不是说我觉得 我跟你一直跟你强调这个事 是我觉得老人是负担 我也觉得 我觉得你也不用这么想 我想把它介绍给你 就是因为我觉得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能够对双方的老人都更好 明白吗 就是我给你的建议 我是想跟你说的是 就是以后 不管跟谁在一起 也不要为了她 放下老母亲 对对 那建议不能 对对对 那建议不能 对这个没有必要 所以你在找伴的时候 就算今天跟这个大姐妹上 就在找伴的时候 在悬航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对对对 就我希望你未来遇到的那个人 能够是爱你 也爱你的妈妈 对对对 我希望能够好 能够好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国艺 红娘也是看得眼力极在心里 连忙好言相眷 希望大哥能回心转意 毕竟咱好不容易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千挑万选 找了一个习惯相同 条件啥啥都合适的 错过了这一早 下一个说不定还没这个好啊 毕竟咱看的相亲节目 不下几千也有几百了 因为嫌弃老人是负担的可不在少处啊 咱红娘是人质易尽了 就看大哥能否浪死回头了 你这个对我老妈啥的 我还伺服老人啥的都懂不少 教我不少经验 我也表示感谢 但是没有脸缘是吧 对正常 彼此都是这种感觉 交个朋友当朋友 对 行吧 以后有合适的 带你老儿子介绍 行不行 走了哥 走了老奶奶 我还得回家照顾我妈呢 走了 你别送了 你别送了 实在实在不好意思 没有缘分的 你正常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最后也是相亲失败 遗憾退场 虽然说是照顾老人两人是相得益彰 但是以后过日子却不行了 毕竟演员咋看咋难受 以后真的一起大班过日子了 整天低头 不见抬头见的 那肯定越看越糟心越看越难受啊 事已至此 咱就祝贺大哥能早日找到心中所爱 那是我这些年获得的证书 证书 哎呀那么厚啊 这个还有呢 我就拿起来这些 还有这些证书 这是陈殿殿的这个荣誉啊这是 那你都给我们介绍介绍书 这都是什么的证书 真是泥羞钻洞 身藏不漏啊 别看大爷个头矮 但整个人还是真能装啊 看到两个手都拿不住的各种 证书 红娘是彻底相信 浓缩的都是精华这句话了 我的观察和同学看这个节目 确实都涉及到身高问题 就是这样对我确实 有时候我跟你说 我说不想上 肯定是因为身高 你身高是多少 一米五十三嘛 一米五十三 对 那你家里边是你父母都个都小吗 我是个小 所以我是三年特困值的吧 三年症状灾害那时候是 嗯嗯 所以吃不上喝不上 营养缺乏营养 是不是 他当务长 你肯定都挑这个 十个你可能这你有就比我有几年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一说起自个这次上台相亲 大爷可是拿出了百分之一千的勇气 前前后后也看了不少相亲节目 因为身高长相原因失败的人不在少数 大爷你是打心底的没底气 一说起自个的身高 也是连连叹气连连摇头 有女人嘛 就不成家样 嗯 过年过节下 人家得善一家 啊那今年 今年上上我哥家 我哥每年我哥我嫂子 所以过的吧 你一点挺孤独的哈 自个一个人犯还不太好做 你上上年年去 我老伴没有五年多了 就五年年去上我哥哥那过去 哦 就感觉到这也不究竟不是自个的家 总的来讲 他也说上长的那种感觉 一样 自个家的感觉 你老爱人去世五年了 是因为啥原因 心脏 心脏 到医院三天 领的红娘参观了自个的厨房晚上 里面也是脏恶插一片狼剑 说起这么多年的生活 大爷已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职业没有你人家就不成样子 爱人因为心脏衰弱于五年前离世 别人家逢年过年都是灯火通明 但自己除了昏暗的灯光和杂乱的废物 就再也没有能陪伴自己的了 那是我这些年获得的证书 证书 哎呀那么厚 这个还有呢 我就拿起了这些 这些证书 这都是什么证义 用证书做一些获奖证书 我这拿着给你们看 这也是为啥就拿这个 证明来证明一下我的饮品 是不是 那会儿还有啊 那还有一些 这这也拿下来呗 都拿下来 一起分享分享 都拿下来啊 这些年陈殿殿的荣誉 这个看看没 看看行 这是陈殿殿的荣誉啊这是 对 嗯 那你都给我们介绍介绍 对 这都是什么的证书 这朝阳好人 朝阳 好 这些区 省市区 我都获得好人 就朝阳好人嘛 把这证书 这是干节在朝阳区评选 朝阳好人活动中 被评选为朝阳好人 那这个是挺难得的荣誉啊 这个是你怎么得的呀 这就是通过 因为我做这些好事登报准查的 街道都知道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海眼界啊 咱们本以为证书有三四个 就已经算多了 没想到大爷连两个手都拿不下 别人证书都是一个一个得来的 瞅着大爷手里的数量 人家这就根据菜市场批发似的 书法讲 作家讲小道区习大道省习 干大爷是应有今有 看得红娘都眼花缭乱的 我就回家 从单位里连回家了 我说我做的啥 我是发挥这个特长吗 写作吗 我说正好《长适日报》 当创成说没成功 我说从这方面 经济文明建设方面 我写的东西 我通过看我这部剂 你在经济文明建设 家庭美德 职业道德和公共道德是三德嘛 每一德写了八级二四级 后也拿到试围 试围说行 我找赞助单位 把你二四级排了 这九三年了 九三年文化局 这证书是陈建殿的 这是什么 这基本上都是文学方面 对对 这文学方面 那些青年暂时没找到工 就要带一青年 我七八年毕业 在家待三年 就一头扎进土著 开始读书 九年之前从家走到 走到土著 在九年之前到呢 站坐 那时候读书 做了大量的评计 三年嘛 另外三年 那时候打下坚实的文学技术 那时候读读了大量的中外古典经典 哲学 奴隶学 心理学 等等 那得读多少本书 老了 现在回家去了 那时候的那种精神 现在也反正 智慧都挺伟大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甘大爷这些年是饱足四书五经 虽然跟伟人鲁炫七一从而没得比 别人为了生活赚钱是朝九晚五 大爷是为了读书二费解忘食 也是让他有种感到佩服啊 听说人家组织创办没有成功 甘大爷一想闲着也是闲着 干脆就帮人家出一份力 没想到一写下来 人家就抓住不放了 到最后更是拍成了个话剧 人家读的书没有几千也有几百啊 说咱们要多少多少闲着啊 就能共识够用就行 对啊 主要就是有人品好 有担当的 那我这块有一个鼠 退休金的是一月三千六 然后是上偶的 这还行 上偶的 上偶还行啊 主要上偶就行 然后姑娘是结婚了 这姐姑娘 对结婚了 那就行 那这条件还行啊 这条件还行 但是有一点啊 我先跟你说 个不是很高 个不高 个不高 她身体就好行 身体就是没她毛病行 个小 那反正也不在乎 而且她有尊心行 你要能接受的话 我带你看看 她 她 穿着看她 你什么话 她 她是有尊心嘛 有尊心个人也行 有尊心 对啊 那咱就渐渐聊聊呗 那也行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 闪亮登场 真是端午节吃纵的 皆大欢喜啊 大妈直言自个相亲 不涂才不涂色 无论人家是钻石王老五 还是金香月 自己就只要求吃饱穿短 就足够 一听说大爷的个子 人家也是打心底的不介意 个子高不高 无所谓 只要人品身体好 就能跟人家夫妻手牵手 余生一起走 你简单介绍介绍这屋里啊 然后再对 我这个住房嘛 五十多点 哦 挺好 屋里吧 稍微格局不太好 过去那老日本小楼 格局不太好 左一间右一间 一小间一小 这是一个卧室 往这里来吧 这往还有一个小屋 那厨房厕所 厨房在那边 你看看她的厨房在那边 行了 你看看 你简单遛一眼 走 这是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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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吧 这厨房虽然小 但你看这个甘薯整的 摆的还算是立的 挺立的 不是说那种埋下的人 对 反正就是碍于这个房子 有点喜欢 然后厕所在这边 这厨房 这厨房 然后甘薯家长的还是自动马桶 全自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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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我走这些年来看这些楼 太窄了 太小 太小了 都转快深了 太憋屈了 太憋屈了 那我说那是 那心不长 那我说那往下我家 那是那两个咋子丑的 我家我还丑了 看那啥还叫黑啥的 哥 他都在想那演员啥的 演员啥的 演员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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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土地庙里甜窟窿 不妙啊 刚进了大爷的家门 咱们一直担心 嫌弃身高的问题 没有出现 但是没想到房子缺出了问题啊 大妈直言房子太小不宽敞 看着就心烦意乱心里必须 不仅对房子 是打心底的没不喜欢 而且对人的演员 也是意义难尽 那演员啥呢 演员也稍微差点 关键也是 演员也差点 两天挺周正的呀 不是说周不周正的 就是这样一看呢 这样一感觉挺好 这也不能说他一点不好 这感觉呢 我形容不了是那种感觉 你觉得演员哪差呀 你觉得是什么呀 形象 气质 身高 长相 身高肯定是没问题的演员比我高 就是要身高都没问题 我也说不好那种感觉 就是好像是差的 真是话佗摇头 没救了啊 大爷在大妈心里的印象是惨不忍睹 大妈在大爷的心里也是不忍直视 誓言差点演员没看上 大爷读书写作是行云流水 但一说起具体的看法却词穷了 反正就是看着不喜欢 红娘也是扁的挑水 心挂了两头 这可如何是好啊 你什么学历 我小学 小学啊 中学没念 没念 没念中学 文明太低了 文化学 太低 小学 就怕有些爱好 我说咋咋处去玩 玩啥 出旅游 玩啥 咋就举个例子 拿出旅游玩去 这都不同意 你说上美经 他都不上美经 上哪 他就和你理解他都不同 这不就产的歌 那这个我跟你说 那有文化的可能也跟你的这个认知还不一样的 三观还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书 不能根据文化水平去判断一个人 就是能否跟你谈得来 那得细细的慢慢的去相处才能发现 真是麻雀落在粗糠里 大失所望 一听到大妈小学都没毕业 就出来混事会了 大爷也是打心底的觉得不合质 认为两个人性格和爱好会有得和 以后相处起来肯定麻烦不少 红娘也是马上做出解释 文凭不高有些方面 确实不如饱读诗书的 但这可并不能说明的不如人家 我刚才说为啥把那些证书拿出来 我刚才说了一句话 这些证书就象征着他的 饮品是不是 你不能说我多么饮品好 光是说不可以 我就是左人 对 是不是 想市区好人 联系三连得去 吉林好人 朝村好人 朝阳区好人 对 对 这是一种证明 是 文品 人品 对 对 简单拿一个给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容易书 看一下 我都记不住 这个是创作大赛 就是写东西创作大赛的那种 笔杆子挺硬 俗话说 笔杆子 你做呢 别拒绝 我是不会写 小学做什么呢 没这样玩的 那你喜不喜欢有文化的 有文化好 对 有文化很好 就是有文化 对 我一瞅是看有文化的 对 那你喜欢有文化的 是啊 有文化 你说话倒是 像我没文化说话 倒是 人家就怎么听 咱说话就怎么听 对 对 人家写的也写的 山中水富一无落 柳阿花明又一村 虽然说钱洞的表现是一塌糊涂 好在大爷靠着不俗的实力搬回一城 看到大爷颁发的大大小小的证书 大妈也是一下没缓过神来 先前可真是门缝里看人 把人看脸了啊 也是直接竖起大拇指直言有文化的好 你爱好啥呢 其实我爱好也挺广化 但是不是不良爱好 人家里有啥都不会 大妈这样也不喜欢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写写实 写写剧本 搞搞创作 这挺好 还要给你展示展示啊 要给你念念 你写的是哪方面的呀 老伴相亲 哎呦 哎呦 喂特意为了今天 创作的一首 还老伴相亲 我看看 我看看 你能弄哪 很多啊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 都有权利去再婚 不要只看物理金钱 怎样 确实那种事 说的在乡 在乡 到这个年龄 我就说实在 到这个年龄 就是找个伴 是找个陪伴 是不是 就像我吃东西 是 我叔是这样的爱好 我姨的爱好 你给叔讲一讲你的爱好 我这一实话去说 我爱好旅游 那时候走 就说这三年就行 没走 那些也走走 都到哪儿 海南 海南 北戴河 对 那北京 这三年以前 我发现不敢动 啥也不敢动 不敢动 我海南还没去过呢 关键说 以后咱俩 你没去过地上 我陪你去那个地上 那是啊 先科你啊 我没说读万件书 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就是旅游 你是走出家门 先科省了一路 我没去过地上玩 我带到什么 逐渐的啊 十年二十年咋得丢的 是不是 他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嗯 这点挺极致 对啊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得很啊 眼看俩人聊天 渐入家境 红娘也是把大呀 精心准备的文章念了出来 大妈清风也是直呼赞同 一听说两人都喜欢旅游泵的 大爷也是拍手叫 之前生怕两人习惯爱好和不来 现在是问操胜炫了啊 那你有没有上高潮的 没有 原来我身体更好 就这次这腿就有点不得劲 我一身体也挺好是吧 嗯对 身体还行 啊这咋的身体碎啊 碎弱 对啊 对我没一个 我睡眠不得好 对 就睡眠不得好 你睡眠也不得好 对 那你俩这都失眠 那点还挺一样 哈哈哈哈 要不然一个睡眠好 一个睡眠不好 不好整 你这俩都睡眠不好 好整 对啊 生活习惯也行 他也没什么不得爱好啊 今天大妈这样 明天是喝酒啥 或者是啥 不良少也没有 这一点也行 嗯 我瞅好像 我眼睁我瞅 感觉他瞅我挺满意的 哈哈哈哈 嗯对 我觉得好像是 但是自个儿有自信 哈哈 所以总体来说 现在你对这个阿姨 总的来验一下 还算可以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你路上大爷是个五官 斩路将 兵来将党水来土演 啥啥的都聊完了 就等着做出最后的决格了啊 好嘛 这还得进步 相互了解相处 出到一定程度的 是不是 咱们找到一起吧 是不是 嗯是行 就是大哥说 表着都行 都挺开的 但是我哈 啊 没大哥失望 有点演员差点 演员差点 演员差点演员 你啊 对 你那人确实不错 嗯 这演员过去演员 这演员的 对 演员的他带演员 我得反对 这种 哈哈哈哈 就是差点演员吧 啊 对 嗯 咱们不能委屈 你说的 对 不论结果啥呀 这也算是 也算是缘分 缘分 对也是缘分 是不是 对啊 这算也是个朋友 是不是 对 想开个饭店 那可以装修啊 得买桌子椅子啊 这钱谁出啊 那就得我出呗 这这钱你也你出 哎呀叔啊 那那你这个 一百多个 你这么的一下子 不都折腾没了吗 这这这都没了 我韩国银行还有钱 那你那个韩国银行的钱 折合上人民币 大概有多少钱 一百个吧 真是石头上长草 跟你一样啊 人家都是吹牛皮 飞到天上去 大爷还真是把媳妇宠到天上了 职业要花二百万给人家开饭店 钱不够泡菜国的银行来凑 二百多万跟买篮豆似的说话去花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啊 你这房子多大 36平 叔你这房子是回钱的房子吗 对 他给那个两个楼 这两个加一起是82平 你回钱了是给了两个房子 一个是这个36平的 还有一个是不是 五楼 五楼多大呀 46 那你五楼那房子现在谁住呢 租出去了 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六千 一年六千 一年六千啊 吓我一跳啊 你这华店的房租这么高 天风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高水平啊 咋说咱大爷也是个 规规矩矩的拆迁户 一问起人家的经济收入 一个月六千的房租 可是没把红娘吓了一大跳 合着房子是用金香玉做的 我看你这边这个区域 你这个这是你吃的用的东西吧 对 我看老多都不是国产的那啥呢 那是韩国的 那是咖啡不都韩国的 这个也不是国产 这是韩国的 那大概多少年了吧 那有十七八年吧 那个有时候吧 就是我们叔叔大了吧 就干不了那活 那就是个小区 他说尾生了 那有时候呢 我自己做个小买买的 红娘观察可谓是 十分细致入归了 转悠了一圈 就把目光锁定在了 桌子上的零食上 看到上面都是 清一色的外国货 没想到大爷 还是泡菜国的海归啊 真是泥丘钻洞 身藏不露啊 前前后后 在韩国待了快二十年 这么来说 大爷还是精通多国语言的人 真是井底下看书 学问不浅啊 韩国干事 十多年 那一百多个都没有 能行吗 哎呀那这一百多个 要是存在银行里 每年的利息也不少 也得三四万吧 对 你儿子是做啥工作的 撞房的 一个月 人民币也就两万多块钱吧 那儿子有没有说 不同意你回来啊 说你就在韩国呗 我们两口都还能照顾你 说明什么呢 我这个就是怎么想的呢 现在什么儿子姑娘没有用的 到时候我老了 走不动道了 抗车抗拉了 我儿媳妇 我儿子能伺候我呀 是不是 没有用 那你觉得啥没有用呢 糟糕了老伴有用 钱有用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一问起大爷的经济收入 人家谈笑风声间 就说了个一百万 合着在泡菜国 打工这么赚钱啊 整个咱都想拎起袖子 准备当一次海归吧 海里游了啊 玩笑归玩笑一马归一马 大爷的儿子也是定居在韩国 一听说老爸想回国定居 也是火急火辽的不同意 毕竟相隔万里的要如何照顾老爸 但大爷余生就是想找个伴 总不能一辈子当三百瓦的电灯泡吧 他们的一个旅店吧 要卖给我啊 想给这个买钱干啥想好了吗 我是怎么想的呢 那那个就是 现在这个有些这个那个女人吧 她月外管你要钱嘛 是不是啊 我给她投资一个项目 是不是啊 我也不管她要那个房租了 你一个月挣五千一万多贵你 我一分钱不要了 你这店是想给未来的老伴开的呀 哈哈 那呆着干啥呀 你就是 你现在这个项目没定好的 就未来的老伴说 我想开个美容院 这个店就是美容院 未来老伴说 我想开个粮油店 这一店就是个粮油店 是这个意思 对啊 这个门是方式我的 你看 我把那个旅店给介绍过来以后呢 你要你要是这个 经营的好 你继续干 你不想干 把那个圈撤了 你越干啥 跟那我越干啥就干啥 对不对 那好 那现在这店你买下来了 那比如说 她想开个饭店 那她去装修啊 得买桌子椅子 这钱谁出啊 那对的我出呗 这钱你也你出 哎呀叔啊 那你这个一百多个 你这么的一下子 不都知道她没了吗 这都没了我 韩国银行还有钱 就现在中国银行存了一百多万 韩国银行还有钱 是这意思 嗯 那你那个韩国银行的钱 折合上人民币大概就有多少钱 一百多万 真是泥丘钻洞 深藏不漏啊 咱大哥腰抱里的实力 还真是深不可测 大爷这次上台相亲 也是对未来有所规划 与其整天被老婆伸手要钱 还不如直接玩一票大的 直接盘下来个旅馆饭店 老婆想咋折腾就咋折腾 这里里外外的装修 加上电费自个全包 但是这次前前后后 可是一百万不止了 没想到一番询问过后 大爷还留了一手啊 套菜活的一百个 再加上银存的一百个 加上来可是二百万不止了啊 你大爷不愧是你大爷啊 我看你家这个有特别多的 这个小玩偶啊 你喜欢的还是这个 有小孩还是在 也有我姑娘家一对算小姑娘 她家反正玩具也挺多 有时候喜欢就拿两个 就是这样的 你也喜欢这些 你看我装修我儿子说 我儿子说 你看这老太太可时尚了我妈 眼睛竟整 就是说这些东西 时尚的东西 我发现就你喜欢的这些东西 都非常有少女感 是不是啊 反正就觉得好开心吧 摆着玩挺好的 反正就觉得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小的 算是一个展示棍啊 这上边摆的也全是这个 小玩偶小玩具 这都是我整的 我买的 这叫门瓶柜 我觉得是一个挺有少女性的人 就跟我们说话唠嗑的时候 也感觉还挺有少女感的 是不是啊 我这个人吧就是说什么 你爱说爱笑 没心眼 反正这么个人 嗯 跟谁也不会计较 也不会啥的 大了理也 反正你所说的图话就大了理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刚踏进了大妈的家门 就看到了沙发上摆着了各式各样的玩偶 就连床单上都是可爱的卡通图案 屋子里的装修也是简约高大上 年轻的儿子见了肚子会不如 别看大妈都半截身子踏进土里了 但内心的少女心还是一如既往的至嫩 还有个梳妆台 嗯 梳妆台 梳妆台那带灯的我还没打开你 打开带灯的转蓝的 嗯 那个镜子 好 那姨这个梳妆台是一个大镜子 这旁边还有一个这么大的穿衣镜 对 姨是平时对自己的形象管理很严格 嗯 反正我出去把爱捣着 就是把自己捣成立正月 就这样喜欢这样的 那平时穿衣服啥的愿意穿吗 愿意穿 嗯 我有一个就是说不好的习惯 嗯 就是说什么呢 呃我这个人吧就是说你晚黑我门不扣 我我就是说把门开着 一都干碎 嗯 但就是说一到晚黑了 或者是白了一下我自己在家吧 就觉得是空荡荡 反正就是心情非常低弱 就那种 所以我就想哎呀 就是找银多的地方比较好一些吧 反正从老板走以后就有点这个毛病 嗯 就一个人感觉 嗯 情感上还有情绪上都太孤独了 所以他就有 对 我也跟别人说 我说我是什么毛病 我并不是害怕 大伙说你是孤独怕孤独 就成熟也就都带孩子吃饭啥都带店吃 嗯 吃这么吃 你们开的啥店 我们家开的是二人会板面店 一说起自个这么多年孤单寂寞 纵使大妈骨盒里再要强 也是忍不住哽咽了起来 直言自个一闲一下来 看到房间昏烂的灯光和冷清的样子 心情就一直徘徊在谷底 就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 所以就开了个饭店餐馆和儿女为喜 看着饭店人往的人群 这心里头才能好受一点啊 土地一年吃饭我自己花不了 你有多少地啊一夜 我们一省好一省多地 一省多地租出去了 租出去了对 地的收入那有多少钱一年 一年一万多 那你现在这个店 你们这个挣钱咋分配啊 挣钱吧 以前挣钱都带我手把子 现在我这回告诉我 我说儿子你进过妈不进过来 你给你姐吧 这么多人一年二十万三十万 你俩分给妈店就完事 妈给我花就行 就这么简单 真是端午节吃粽的 皆大欢喜啊 大爷前头还说有开饭店 开旅馆的打算 没想到大妈先前也是 滴滴道道的老板娘 就看人家一年二十多万的收入 那以后大爷和大妈配合起来 男女搭配干活活来 把这个店打理好 岂不是桌子上放碗水 踏平啊 我说你这个 你别问 你想不想这个相中对方吗 我怎么想的呢 我没相中 让那个女方听多伤她的感情 是不是 那你要是没相中 你咋告诉我呀 咋还整个二号 那这样吧 我给你二号 我抽壳烟行不行 抽壳烟行不行 就是没相中 真是刘备编草鞋 手艺高啊 大爷也是害怕 万一一会看不上人家了 害怕损了了人家面子 就想了个办法对了个暗号 套菜活的海归就是不一样了 相亲都还满上暗号了 孙空七十二变 花样多 红娘和摄像小哥也是饿得合不拢嘴 先以你们两个互相做一个自我介绍 哥你先说 我身高1米71 体重75公斤 年龄67 还有没有别的吗 叫啥呀 之前订那暗号 我看叔叔今天也没是觉得 你还不错吗 不太那么太满意 哪里不太满意 就像没有演员似的 怎么说呢 就是小伙子小姑娘 互相一接触一看 互相看着 没有百分之百的满足感 那你现在达到了百分之多少的满足感吧 你说说我听听 六十吧 六十及格了呗 对仪能达到一个百分之六十 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因为两个人的感情会随着你们俩的沟通和相处 然后逐渐上升 你对他的演员也会逐步的提升 这是一定的 所以就是先聊着 先看看是不是 对叔这个 对印象怎么样 还行 外在条件还行 因为我们这年龄里也没有过多的要求 真是老奶奶钻被我 给爷整教了啊 知道的明白大爷是在做自我介绍 不知道的还以为大爷是被审问啊 性命身高年龄体重都得说出来了 就差四个的犯罪经历了啊 不过一码归一码 看到大哥并没有给出暗号 红娘也是悬问大爷是不是印象不错 没想到疑问却是 土地妙里甜窟窿 不妙啊 好在大爷并没有一棒子打死 那么就看接下来如何接触了啊 我是那个在华电市啊 是 退休的啊 嗯 退一个月 一个月就是工资两千八吧 有个儿子啊 嗯 那个韩国居住呢 我爸没有退休金 嗯 我原来是能送户口 后期一年完了 户口落到吉林市了 交社保也就晚了 没有退休金 你这些年一直自己做买卖来着 嗯 做了一辈子 买卖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算太小 一直做买卖 包括依现在还有买卖 现在咱们这个吉林市有一个小面馆 嗯 像我这没有退休金 给你生活能带来压力不 就是将来到老那一天 这都是考虑好 不像有退休金是吧 这些事儿有没有压力 想怎么安排 就是说 我用一分钱不开呀 退休金 那个吧 以后生活问题吧 我几乎上都是没有压力的 嗯 那没有就可以 嗯 我本身就有退休金 嗯 我来这个在银行那个有一部分 嗯 就储蓄 你看叔是有这个底气的 所以就底气要找老伴了 没有这个底气就不找了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一说起以后的生活规划 爸妈是胡动里赶住 直来直去 直言赐的没有养老保险 害怕以后的生活没有保障 但是这对家财万贯的大爷来说 就是天空飘来窝子 那都不是事儿 直言赐个积蓄是完全够用 你没有老保 这个事儿你介不介意 那不介意 我 我不是嘛 我的积蓄和我的退休费养 养活盈利是没问题嘛 经济基础它工资开的并不高 但它有经济基础自己 嗯 我因为生活还是没问题 叔吧 最近还有这个打算说要这个盘一个门市玩呢 说这个我要是未来找着老伴呢 我俩在这个门市上再干点啥 但是做什么买卖还没想好呢 那姨有这么多年的做买卖的经验 是不是比如说真能跟姨成了 就可以跟姨好好商量商量 接下来干啥了是吧 反正做买卖嘛 就是说啥呢 反正会考虑 必定是说从根就是做生意了 反正有点小小的经验吧 嗯 我相信她这种想法也是很好的 对吧 因为年龄也不算太大 嗯 能干点就干点是吧 就是说这样 也是充实生活 也带运动 她做买卖的 我也以后想做买卖 这点还可以 是吗 你要想做买卖 这个她还有经验 咱们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的很啊 红娘也是问起了大人的看法 毕竟先前逗选的演员没相中 只会又得知了大妈没老保 没想到人家是一点都不在意的 直言四个钱又不是养活不喜 还直言要用两百多万给大妈盘个店 大妈一听也是喜上没招 四个要经验有经验 要手艺有手艺 但我自己你爱好你就是说你 爱旅游 爱运动 嗯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 你抽烟喝酒打麻将熟 好不好啊 你跟姨爷说说 麻将不玩 不愿赌 晚上一顿喝点小酒 还能喝点 抽烟吗 抽 喝酒吧 咱说是男人 就是说抽烟喝酒 这是必须的 咱们不反对 是不是他必定是男人 我对这个不建议 但别喝大酒 别闹事儿 那你啥样你跟姨爷说 你喝完酒啥呀 我喝完酒就困了 对 喝完酒他就自己 迷一边去了 就躺着了 睡觉了 嗯就是 姨这个对抽烟喝酒 不在乎 但是这个 熟这边也得让姨知道 是不是啊 这说明两个人 见这一面 大家得坦诚啊 是不是啊 熟是这个朝鲜族 就是这个血液里边 就有这个 再歌再舞的这个传统 能唱还能跳 我看一跳吧 也挺好看 跳了交接舞了 什么晚广场舞 也挺好看 但就没真实去学过 反正就瞅瞅 也挺好 咱看这么亲事 也是神枪手打把 十拿九稳啊 一说起自个的生活习惯 大妈是烟酒不沾麻将不打 但是大爷却恰恰相反 烟酒都习以为常 这个年纪界是不可能了 好在大妈也是直言不介意 只要不喝大酒酗酒家暴 就完全可以接受 再一听说大爷不打麻将 这行为头是更合了 那啥呗 你教姨跳跳舞呗 教姨两步 来 教姨 学一下 学一下 教过来 那晚上不是说 一次两次能学会的玩意 不是 你让姨感受一下 她有没有这个天赋 她有没有这个天赋 来来来 别不好意思 动起来了 来 来 没有圈 没有圈呢 你看姨的圈 什么圈 对 对是不是 行 来吧 哪只手 嗯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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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你笑挺好啊 我也跟不上 点吧 你那个踩上点了吗 踩不上去 说那个姨 吃饭 你俩去吃 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这个 着急回长春 你俩这个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 可以再 有些话 那个不好意思 当着侯娘烙的 再烙了 再说说 有点吃 不对 我说你们 请我 不不不 你请我 等到吃你俩这个喜酒的时候再醒 这顿饭我们就不跟着吃了 完了你俩这个 可以再聊聊 再烙了 希望你俩能有个好结果吧 是不是 咱们一起下楼 拜拜 你俩好好吃我啊 去吧 真是过年娶媳妇 好上家好啊 大爷的是朝鲜族的能歌善舞 舞子里流淌的血液就是好动 红娘也是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是也想要两人配合着来上一段 大爷是穿着西装记着领带 爸妈要是再换上一身靓丽的舞蹈服 那可真的是圆满了啊